今天我带大家到咱们的山东转上一转 听说在俺们山东的一个小山村里 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一条河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漩涡 而且卷起的浪花极大 根本没有消停的意思 而在当地呢也有句俗语 叫做河沟的旋 坟头的火 看见快躲惹上是火 可这事呢 偏偏就引过去了几个小娃娃 仗着人丢四动 他们对着那个漩涡又是丢砖头 又是打弹弓 可却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有小孩害怕了 因为他的奶奶曾告诉他 在那漩涡下面有一些邪乎的东西 万万不能靠近 可一旁的白毛小子却很不屑 他名叫金哲 外号小巅 直接就扒了衣服往河里跳 他又到漩涡正中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这下小伙伴们可都急了 他们左等右等都不见小巅出来 还以为他已经遭遇不测 可就在这时 那出现了不知道多少天的漩涡突然消失了 而小巅呢 则从水里捞上来了一个两头都封着的罐子 难道说里面会是一些白色的粉末吗 几个小孩按捺不住好奇之心 伸着脑袋仔细看着 而小巅也是足够的巅 他直接摆出了司马光先生的骑手势 给那罐子当场开了瓢 而那罐子里面只有一颗枣红色的石头 且质地其硬 光泽如玉 几个小孩以为捡到了宝贝 纷纷想要抢过来看个真切 小巅难敌六手 一把就将那石头塞进了嘴里 得 这一搞让几个小伙伴有意的小船 说饭就饭 且 真小姐 我们再也不跟你玩了 于是他们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可小巅却不以为意 而是兴冲冲地跑回了村子 可刚到村头 一直玩得很熟悉的大黄 忽然汪了个汪的 朝着他好个不停 这下可不得了 原本含在嘴里的石头 被他孤独一下 咽进了肚子里 气急败坏的小巅也不客气 直接赏了大黄一个实质的脑瓜崩 然后便急匆匆地逃回了家 可一到家门口 小巅才发现院子里居然来了客人 而他爷爷还示意尽声 让他赶快关上门 原来是爷爷在被村里的二胖 踢出梦床 只见爷爷拿着一颗红枣 在二胖的额头上滚了滚 不消片刻 那颗红枣就变成了紫黑之色 老爷子知道 现在实际一道 他一针扎在红枣之上 然后顺势上调 直接就从中拉出了一条 黏糊糊的粉色之物 看着三人煞有介事的表情 二胖的奶奶很是纳闷 因为他根本没看到 那红枣上有什么东西 老爷子对此解释为 年纪大了 老眼昏化 随后 老爷子将那些粉色异物 用烛火焚烧干净 这梦虫就代表踢出干净了 老爷子还嘱咐他们 回家后要煮点喝夜水来喝 随后便无奈地送客了 因为这二胖的奶奶推不讲究 可是什么报酬都没领 不过老爷子对此 好像早就习以为偿了 送走二人之后 小巅自然是忙不迭地 向爷爷献出了宝贝 一听说这罐子 居然是漩涡里的东西 老爷子当时不淡定 他先是例行地 将小巅训了一个 然后便开始端向 手中的这件奇物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这个罐子并非凡物 而是传闻中 用来封印邪碎的灵贯 但一看罐子底部 上面赫然写着那封胡丹 起封折死 我的老天爷 这里面封着的 竟是狐妖的那袋了 老爷子匆忙将罐子 翻过去查看 顿时就发现了一个 触目惊心的大口子 而且看那断面 显然还是最近才砸开的 老爷子大呼不妙 赶忙询问小巅 这事究竟是不是他干的 再听到自己的孙子 居然将罐中之物 吞进了肚子里 老爷子惊得冷汗 都冒了下来 他赶忙让小巅撩开衣服 只见孙子胸口的那片斑痕 已经垫成了巴掌大小 老爷子顿时惊得 瘫坐在李椅子上 如果所料不错 应该是小巅体内那只小姑瓜 已经在吞噬胡丹的力量 而那胡丹之主 恐怕不日就会找上门来 老爷子赶忙询问小巅 那颗胡丹究竟是何颜色 因为据他所知 兽丹可根据颜色辨别雄子 向来选者为雄 赤者为子 小巅如今吞下的 这颗红色妖丹 想来就是一只母妖精的了 想到这里 他当即给小巅下了禁足令 不仅不准出村 而且遇见任何陌生女人 都得远远躲开 果然不出所料 平静的几天过后 村头就驶来了一辆 收山货的三缝子 而那车上 还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 这几天 千万不要和陌生女人说话 这是颠三爷 给孙子嘱咐了很多遍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孙子 打破了一个风铃罐 还将里面的红色石头 吞进了肚子 而根据罐子底部的 转体文字来看 那石头分明就是一颗胡丹 而且还是一只母妖之物 可是小滇这家伙 哪里会这么老实呢 才过了两天 他就闲得发慌 然后他就约上了几个小伙伴 到村头的河边调了 可不巧的是 没过一会儿 石桥上就驶来了一辆三缝子 而那三缝子上 正好就坐着一位陌生的红童姑娘 小滇顿时就慌了 一听对方不仅当面向他们问路 还点了名的要去自己家里 他直接吓得标了一句薄翠 然后就撒鸭子开溜了 这一处也给问路的两人 整得有些莫名其妙 小滇逃命一般回到了家 一开门就朝着爷爷大喊不妙 因为爷爷预料的没错 还真的有母狐狸 找上门来了 老爷子一听这事 居然是孙子在村口的亲眼所见 灯时气就不打一处了 说了好多遍的 让你别到外面也 还非不听 这下好了 让那妖精瞧见你了吧 不过好在小滇并未出事 已经实属万幸 老爷子让他赶快去屋子里 将那只点了哭脸的纸人给搬出来 果然没一会儿 门口就传来了三公子的声音 在一名热心村民的带领下 那个女子已然来到了 颠三爷的家门口 听着外面的敲门声 颠三爷皱着眉头 低声喊了句 进来吧 于是奇怪的一幕便发生了 那女子看着眼前爷孙俩 严振以待的架势 直接就正在了当场 更甚人的是 几步之外 还有一个哭丧着脸的纸扎人偶 老爷子也不客气 也为郑主已经到来 自然是不能牵连到无辜之人 在得知那个三蹦子大叔 只是到村里来收山货的 而这女人也只是他顺路烧过来的后 颠三爷便没好气地将他赶走了 待此地再无旁人之后 老爷子则直勾勾地盯着面前女子 让他帮忙 关上院门 女子听了不明所有 心到这老头子真是古怪的很 不过他还是一言照做了 可还不等他做自我介绍 颠三爷直接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老爷子随便编了个理由 让那女子把面前的哭脸纸人 捎带过来 这这事哥谁都知道 纸人什么的大多都是丧葬用品 让一个外人随意触碰 真的好吗 女子皱着眉头愁愁再三 还是一言将那纸人抱了起来 当然 他顺便还吐槽了一下纸人的长相 可当他询问老爷子 该把纸人放在哪里时 老爷子却并未发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然而三人就这么对视片刻后 老爷子忽然扭过头 他让小滇去泡个茶准备迎客 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会有无妖内丹这种东西出现 一想到孙娃娃还把那颗内丹 给吞到了肚子里 滇三也是急得团团转 但这个过世终究还是没有躲过去 因为仅仅就在三天后 就有一个红桐姑娘找上了门来 好在爷孙俩这几天也没闲着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个 枯脸纸人用于防备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指人竟然不起丝毫作用 也为那姑娘拿在手里 竟跟个没事人一样 老爷子见状 不知道怎么想的 转头就安排小滇去茶 准备迎客 不过小滇显然还是警惕得很 哪怕是倒茶之时 都有些提心吊胆 这模样惹得姑娘娇笑一笑 好奇地询问他 当初为何在瞧头 见他就跑 其料 小滇这嘴巴也是推不低的 直接说他长得前郎后煞 讲究得很 那姑娘甚至还没听明白 老爷子就气急败坏地踹了他一脚 这下子 这姑娘就算是不懂 也大概明白了那话中之意 在随后的闲聊中 老爷子得知了 这个姑娘名叫李珠 是一位祖籍福建的美籍华人 他来到小山村的目的 就是想从滇三爷口中 了解一下老掌勾的情况 一听到老掌勾这三个字 老爷子突然正襟危坐 露出了一副回忆之色 因为老掌勾这个叫法 是他们老一辈的人才知道的 说着他直接亮出了大脚丫子 在面前的地上轻轻一踩 顿时一个清晰的脚掌勾就出现了 他说此地之所以叫老掌勾 就是因为一片山间的平原和村落 再加上后面的五个湖泊所形成的轮廓 正好就像一副大脚丫子 所以才因此夺民 李姑娘一听大会有句 随后就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副地图 瞧那样子 正是老掌勾的地形图 只不过那地图之上 却只有四个湖泊 老爷子见状也不瞒着 笑着说还有一个常人难以见到的湖泊 名叫渊湖 那是一方奇异之境 只有有缘之人才能看见 老爷子还补充说 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 也都只是听闻 从未得见 可那姑娘听了 却神秘一笑 说她的地图上可是明确地标明了 第五个湖 说着 她展开了下方被折叠的部分 顿时就露出了那神秘的第五湖 老爷子灯时一愣 顿时就察觉到了其中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图恐怕画的就不是老掌钩了 李珠酿调皮地笑了一声 然后又展开了地图上方的折叠部分 好家伙 竟是一些奇怪的文字 李珠神秘一笑 说这幅图画的不是老掌钩 而是龙掌钩 之所以四指在前一指在后 就因为其是五爪金龙的爪痕 那么此地现在叫做老掌钩 只可能是被人故意讹床而来 边三爷一听 面色灯时就不对了 他直言 女子是在胡说八道 也对地图的出处产生了质疑 可面前的李珠 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讲出了这幅图的来历 他说这个地图 是他从日本的一个档案馆里发现 而且这幅图的下方 也标明了制图时间 昭和十三年 那一年 也就是咱们的1938 老爷子一听 苍老的手上顿时青金爆炸 他也没想到 这些小鬼子居然在那一年 就画出了此地的地形图 想到这里 他面色不善地询问李珠 究竟 意欲何为 见气氛已经轰托到这里了 李珠自然不再藏着掖着 说的怀疑这个地图是个藏宝之图 说着 他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三八文样账 老爷子文言 一脸一色地接过地图 仔细端向起来 他隐隐觉得 这个标志他之前似乎见到过 这时 一旁的小巅猛然间想了起来 这个图案 似乎就是顺子家那棵树上的一只怪虫身上的花纹 此言一出 李珠顿时好奇了起来 他也没想到 这三八文居然和虫子有关 原来不久前 村里有个叫顺子的小孩 一到半夜就开始梦游 而且每次梦游都是围着那棵大树打转 颠三爷赶过去后 才发现那棵大树上居然出现了一个白色大箭 而那大箭里面 就有一只带着这个图案的胖虫子 当时 老爷子也没瞧出其中的名道 便用火将虫子烧掉了 在那之后 顺子的业有症也跟着好了 不过据他所知 这三八文是过去人们跑船时 用来保平安的文样 怎么如今会和邪碎沾上了关系呢 李珠健壮 道出了自己的建文 因为他调查过一些史料 得知这个文路曾被日本学了去 说是保佑什么五蕴昌龙 但也被一些人拿去后 制成了阴阳符咒 做起坏事 听了这话 老爷子才终于明白过来 只是他还是没想通 这小鬼子的邪门歪道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村子里 和李珠的目的 显然不是讲讲故事这么简单 他一把抽走地图 往桌上一拍 他说这个地方 既然早在解放前 就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大家伙难道就不想去 一探究竟吗 或不是这位姑娘姓李 我还真以为是杨参谋 走进了漫画中 一样的美籍华人 一样的喜欢寻宝探秘 再加上偏远山村的离奇事件 这鬼吹灯的味儿 一下子就踹上来了 只是他手中这张小鬼子 所画的地图 却让颠三爷犯了难 那等神秘之地 岂是无关之人 能随意涉足的 这丫头还想一次探保 门都没有 于是颠三爷思虑再三 将那张地图 框片到了手里 然后二话没说 就往嘴里一塞 生怕留下点什么线索 这可把李珠姑娘看待了 他也没想到 这个老头居然这么生吗 罢了罢了 盛情难却 他只能笑嘻嘻地 从包里掏出了 遗落一模一样的地图 然后颇为玩味儿地展示着 这下 颠三爷可就郁闷坏了 不过 这李姑娘也是个明白人 既然颠三爷不愿意指点黎金 那自己就只能另寻他人了 随后 他便收拾行装 准备移赖 不得不说 李珠这一招欲擒故纵 可是耍得漂亮 颠三爷迫于无奈 只得将此事 答应了下来 欣喜至极的李珠 自然是忙不迭地 询问出发时间 可颠三爷却老脸一沉 说要等到三天后 等一个无语的月圆之夜 因为想要一颗冤狐之蜜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 这李珠也是他不得不留下来的 因为老爷子已经看出来 这姑娘无意中 已经卷入了小巅的胡丹仪式 严禁于此 老爷子也不多说 让小巅去给李珠收拾个房间 而那李珠的性格 也着实是古灵精怪 给小巅都闹得红了脸 不知不觉 一到半夜 静悄悄的院子里 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水声 被惊醒的小巅 悄悄起身查看 正好就看到 窗外的压水井 居然一直在往外冒水 好奇之下 他只身来到了院子里 撕下张望 然后便看到了 极其诡异的一幕 那压水井不仅自己在动 而且那水缸之中 还泡着一个熟悉的面部 这一幕 当时就把小巅吓了个猴跳 忍不住标出了一句粗口 好在这张脸 是他白天才见到过来 也就没再当回事 小巅不解地询问李珠 为何大半夜的 要往人水缸钻呢 那李珠居然露出一丝魅惑之色 说这夏夜太过门热 故而需要冲个凉 随后 他甚至还邀请小巅 到水缸之中和他共用 小巅一听哪敢答应 自然是浑身不自在地连连拒绝 见状 那李珠也不抢求 反倒是让小巅帮他压水 提到压水 小巅顿时就想起了 不对劲的地方 他赶忙询问李珠 那压水井为何会无人自动 李珠娇笑了一声 说是自己的身体在一旁压水 你难道看不到吗 小巅当时就懵了 他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压水井 再看向缸里的李珠 那是一丁点都不带信 可他话音刚落 那压水井突然就停住了 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那嘴正的李珠忽然间窜了出来 而那脑袋下方 竟然是空荡荡的一片虚无 还不带小巅反应过来 就觉得一个冰凉滑腻的身体 忽然从背后贴了上来 然后一招捅进了自己的心窝 而那妖女的脑袋 则在小巅面前不停地咆哮着 要他将那颗腰单还给他 可就在这时 那脑袋忽然面色大变 因为他发现 怀中抱着的小巅 砰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指人 接着就令你雷火之力汹涌而出 他躲也躲不开 甩也甩不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躯体 在雷火之下焚烧殆尽 此时 巅三爷从房顶上站了起来 说他等待此刻已经很久了 得知自己上当的狐妖 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 如今自己身体被毁 恐怕是不好逃了 可凑巧的是 院内的动静惊醒了房中的李珠 他开门一看 顿时就发现了那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怪物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颗头颅诡异一笑 直接就朝他扑了过去 顿时 李珠如同遭到雷击一般 站在原地颤抖不止 骗个之后 他眼中迷茫近距 露出了一副得逞的怪笑 然而 老爷子等的也是这个机会 见到狐妖彻底控制了李珠的躯体 一张金服忽然就出现了 只听哼的一声 那李珠的身体 同样化为了一个指人 然后就在那种 尊烧之下便为了虚无 这下 那狐妖的本体和脑袋 都被尊烧干净 想来那狐丹一事 也算了结了 直到此时 李珠才小心翼翼的 从房顶探出身来 原来 在得知自己被卷入了 狐丹一事后 他便遵照老爷子的计划 上演了一番 应对狐妖的连环劲 只不过 这种鬼奇事件 也着实让他打开眼界 在他看来 这个故事 若是让走进科学来看 恐怕没个几时 即是下不来的 其实 老爷子能预测到 今晚会发生变故 也是在遇到李珠之后 才觉察到的 他原本以为 既然是知母狐狸 应该就会变成 一名女子找上门来 可没想到 这狐妖狡猾之急 竟然变成了 收山货的操汉子 先来探路 还好自己没有大意 得知了来龙去脉的李珠 自然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他开心的 在房顶上 又是欢呼 又是蹦跳 直接就把村里的 大黄小妃们 给全部吵醒了 自从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件 离奇的水缸 飞头怪事后 颠三爷是千叮宁万嘱咐 让小颠和李珠二人 莫要声张 除了智怪奇鬼 一说是大火 颇为忌讳的东西之外 小颠勿吞胡丹 惹来狐妖报复一事 也是如此 若被外人所知 恐怕少不了一些 闲言碎语 好在李珠姑娘知晓轻重 对此也是颇为爽快的答应了 不知不觉 便已到了三天后 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十五 颠三爷望着一片大好的晴天 便知道今晚会是个 明晃晃的月圆之夜 换句话来说 今晚就是见证 冤胡秘密的最佳时间 于是在黄昏之后 老爷子便带着他们出发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 反正天色是渐渐黑了 这让向来活哥又胆肥的李珠 有些担心 今天老爷子 让他好吃就多吃点 言外之意 是不是准备要送他上路呢 好在老爷子面色如常 抬手指了指前方 说是再过几分钟就到了 于是 当他们拐过了一座小山坡后 一个硕大的湖泊便映入眼帘 就连李珠都忍不住感叹 此地的景色之美 只是 他却并未看到老爷子所说的 那个湖中玄机 颠三爷文言神秘一笑 说他们所站的方位不对 今日是鬼卯年未月 故而需要再往前走上六十步 然后 站在昆卫远眺湖面 便可一归玄机 李珠文言赶忙跟了上去 赫然就发现面前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当然 湖还是那片湖 山也还是那座山 只是水中之月 却变成了三个 李珠又惊又喜 他没想到 此行居然还能看到如此奇怪 老爷子也是望着湖中之月 讲出了一个传说 据说那湖里三个月影所围着的区域 连接着一处异境 而那异境之中 会有精灵在其中吸收日月精华 只不过这些并不是大伙的肉眼凡胎所能看到 李珠听了嘖嘖称奇 还掏出了手机 准备将这玄奇一幕记录下来 可是任凭他怎么更换角度 都只能拍到一个月影 最终也就只能兴兴放弃 他忍不住有点怀疑 这些难道是光线折射所产生的海市渗楼呢 老爷子摇了摇头 说自己只是一个山沟沟里的老汉而已 并不懂那些科学上的说说道的 可是李珠却突然语出惊人 询问三眼 此景是否就是风水滩于雪里面的大荒乙珠呢 老爷子总然一惊 面色顿时就有些不自然 但他很快就转过了头 说并不知道他在胡说些什么 有时间在这瞎猜 倒不如趁着机会 多看两眼这难得一见的稀罕事 可就在此时 老爷子却忽然瞳孔一缩 因为他竟然发现 湖面上多出了一个黑色怪影 李珠见状也匆忙顺着视线看去 却是一无所获 老爷子有些不自在的解释说 是因为夜深天凉 打了个哆嗦而已 随后他便招呼二人准备离开 毕竟一想这种东西 凡人可不能看得太久 看久了必然是要折兽的 不过离行前 他忽然有些惆怅的感慨了一句 说有些东西看不见的话 心里反而会更加大事 李珠有些似懂非懂 但也只得跟着老爷子远路返回 只是听着老爷子的话中之意 难道他真的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吗 李珠忍不住再次回望那片幽深的湖面 却仍旧只能看到随波荡漾的一片月影 神秘的渊湖竟在月圆之夜 同时映出了三个月亮照片 这种玄奇景象 惊得这位华裔少女连连赞叹 他更是在心中笃定 死湖的秘密恐怕远非如此 不过自从这姑娘提到了什么寻宝之后 老爷子就对他有些不大代价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边三爷就开始委婉的准备送客 其料 李珠不仅毫无离去之意 反而将自己的真实目的讲了出来 他将自己的所见结合风水勘于进行了对照 发现了这老掌沟 正好就对应了一个福音后世的风水布局 因此 他认为这里定然是有一座大墓 甚至他还邀请边三爷加入 来合伙干挑达的 这话一出 爷孙俩的脸色当时就沉了下去 家人一言不发 李珠加大了筹码 说那事后的所有收成 均可以让老爷子先掐个价 至于其他通货 到时候再一起商量处置之法 老爷子听不下去 当场斩钉截铁的说 此地并无大墓 且即便是有 他也不可能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李珠文言轻笑一声 感叹老爷子觉悟真高 随后他换了个说法 那就是不谈收拾 只讲过程 并且事后发现的一切 可以全部上交给国家 可老爷子对此是压根里都不理 直接劝他莫要再动这些歪心思 否则他不介意立马将此事报关 说完 老爷子再次下了主客令 见状 李珠也不再想求 表示他会定下 明日返程的车票 只是 今天作为他留在这个山村的最后一天 再领略一遍死地的风光 应该是不过分的了 老爷子听了颇为无奈 指得叮嘱小巅盯解了他 一旦发现这姑娘有轻举妄动 可直接去告诉村长 一路上 李珠各种大呼小叫 让小巅的耳朵都听出了茧子 见惯了家乡美景的他 不明白这些山野之景 对这个外国人来说有啥好稀奇的 路上 小巅碰到了几个朋友 他们杂杂呼呼地说 小巅居然偷偷找了个老婆 看着小巅急红了脸的模样 李珠忍不住嘻嘻哈哈的笑 随后 他望着眼前连连的山脉 忽然感叹了一句 说那山里面透出一股王气 小巅听得不明所以 也为他分明只能闻到一股农家肥料的气味 试探无果的李珠并不起来 转口开始称赞起颠三爷的本事来 小巅一听 那股自豪劲直接就上来了 他还说不仅是爷爷厉害 自己也差不到哪去 毕竟 他可是一直跟在爷爷身边帮忙来着 这话灯石豆的李珠娇笑了一声 难道这所谓的帮忙就是昨晚那种 那是必须的 打鬼捉腰这事他还真的没少干 小巅想都没想就肯定的 李珠一听 好奇心顿时就被勾了起来 他匆忙询问 这些事里面有没有牧师题材 其料一听到牧这个字 小巅登时就露出一副嫌弃之色 还连连警告他 莫要在洞外脑筋 李珠无奈 只得打出了苦情牌 说他有两个热衷考古的朋友 他们三个曾经定下赌约 想要比拼一下在两年之内 看谁找到的不在路的大牧 最有真材实料 这话一出 小巅的脸上就只差写上笔两个字了 你这故事编的跟谁没看过鬼巴拉一样 李珠见状并未气馁 反而说他们只是考古探险 任何发现都是要上交给国家的 甚至他还说只要小巅帮他找到线索 他可以亲自过来 将表扬信送到小巅的学校里 可没想到 小巅的声音忽然一沉 说自己早就没去上学了 李珠听了顿时一正 他略显观心的询问 难道你的爸妈都没有管你吗 其料小巅说自己根本就没有爸妈 是爷爷将自己一手拉扯大了 而且他也听村里人说 自己是靠喝羊奶长大的 所以小时候的哭声跟个羊羔子一样 只不过一说到这些 他就想起了村里的那些乱嚼蛇根的老奶奶 这些人成天说他坏话 说他从小没喝过人奶 长大了会变成一个胃不熟的狼崽子 小巅越说越气 直接就打定了主意 到时候一定要先去嘴巴最欠的小顺奶奶的家里 然后将他的那只鸡给抓去烤了吃 虽然这些话中聚聚透露着孩子气 可李珠却闲有的没在嬉笑 反而是静静的听完了 随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直接一把抱住小巅的脑袋 然后按在了自己的怀里 温热的触感 灯时吓得小巅一个机灵 他赶忙推开李珠露出一脸问号 其料李珠捂着嘴坏笑着说 自己可以给你奶吃 然后你不就有娘了吗 这一下就整得挺突然的 小巅愣了片刻 忽然觉得这句话似乎也没啥毛病 于是说干就干 他直接就伸手去掀李珠的衣服 准备扔下这个娘亲 这下可就轮到李珠躁不住了 他赶忙辩解 说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不过看小巅这纳闷的模样 显然是一副涉事未深的样子 看到这儿 李珠的调皮劲又上来了 他悄悄附身到小巅耳旁 说了一个秘密 直到此时 小巅才明白 想要喝奶 还得等到李珠生娃娃的时候 再一看李珠那平坦的小妇 他就知道这个坏女人 给他画了一张超级大的饼 一脸不乐意的小巅 当即就气鼓鼓的跑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门口便驶来了一辆出租车 离行前 李珠颇为诚挚的 向爷孙俩连连道歉 随后还送了小巅一部手机 当然了 李珠还调皮的嘱咐小巅 莫要用这个手机 去打什么君主农药 见爷爷没有吱声 小巅自然是欣喜不已的 接了过去 他可知道 这手机在村里 可是个稀罕物 于是 原本在他心中 是个坏女人的李珠 摇身一变 就成了一位挺实在的好姐姐 自从送走了 那位闹腾的杨妞 爷孙俩总算是回归到了 往常的平静生活 可好景不长 仅仅不到两天 村子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而且还事关冤唬 这天 爷孙俩正在院子里 扎着纸人 和那位陌生的汉子 忽然门都不敲就闯了进来 一看那汉子后面还跟着村长 老爷子顿时知道 来的事情恐怕不小 只听那个汉子 连口气都不带喘的 说有个丫头 掉进冤湖里捞不起来 一听到冤湖两个字 老爷子当时就愣住了 冤湖 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事态紧急 爷孙俩也顾过的那么多了 他们急匆匆的 就上了门口的三凤子 在路上 村长一边长须短叹 一边将知道的情况 告诉了颠三爷 他说 那丫头到现在一直都唠不上来 估摸着这落水时间 恐怕已经有几十分钟 老爷子一听 心里咯噔了一下 唠不上来 怎么会有唠不上来这说法呢 村长虽然急得满头大汗 但又有些说不明 他只知道 那落水的丫头 将是被绳子缠住里面 用两个人去拉都闻死不动 可实际上 那湖里连根长一点的水草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绳子吗 颠三爷的眉毛顿时就拧不起 他赶忙询问村长 那落水的丫头是养着的 还是趴着的 村长文言猛然一惊 也为他想起来 那丫头在水里面 似乎一直是头朝下 倒着的 老爷子一听 灯石就麻了 他想起了一个民间传说 天灵盖 指黄泉 如此一看 多半是遭遇了鬼恩头了 想到这 老爷子赶忙催那汉子 让他被绳玛丽再开外电 可实际上 那三蹦子的油门 早就加到最大了 紧赶慢赶 几人终于赶到了渊湖边 此时岸边已经赶来了几位帮忙的村民 他们一看 颠三爷到来 纷纷让开领导 随后 便有一位小伙子撑着船 给他们送到了湖中央 湖外上 众人望着那条小船 不停祈祷 因为现在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颠三爷的身上了 然而 当小船慢慢靠近湖中心时 停静的湖面上 忽然起了一层宝物 怀上几人顿时差一万分 根本想不懂是怎么回事 可颠三爷却瞧出了其中古怪 他赶忙吩咐大家留在船上 而且 千万不要碰水 随后 他就孤身意地跳入了湖中 一下水 老爷子就觉得这水有些不对劲 但他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就往深处游去 不多时 他就看到了那小丫头的身影 和村长所说的一样 那丫头果然是以脑袋朝下的姿势 竖着悬在湖里的 颠三爷没有多想 在站稳身形后 他便伸手抓了过去 可就在他碰到一脚的叉弹 那丫头身手 忽然就起了变 跟湖惊献小孩落水 而且还是头朝下 悬在湖中 两个年轻人 哪怕是拼尽全力托去 也愣是闻死不动 觉察到事情不对劲的他们 只得托人去村里 请来了颠三爷 可是 自从颠三爷跳入湖中至今 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看不到动静的村长顿时急了 他害怕这个邪乎的事 把老爷子也给搭进去 可一旁的小巅却并不担心 因为他深知爷爷的水性 这点时间对老爷子来说 还并不算长 然而 小巅话音刚落 划船的小伙子就发现了东西 只见一侧的湖面上 忽然咕咕嘟嘟的 冒上来一堆白色的东西 他们定睛一看 才发现那些东西 竟然是一堆冰茶子 不对劲呢 这六月的大热天 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呢 这让船上几人 无不感觉到心惊胆寒 就连向来胆大的小巅都看得冒出了冷汗 而此刻 在水里的老爷子 面色也渐渐沉了下去 因为他发现 自己不仅拖不动这落水的小女娃 甚至还惹出来了一堆奇怪的冰茶子 这也使得老爷子心中 生出了一次怒意 他咬牙 直接就从腰间掏出了一根香魔术 然后 他游到那丫头正下方的湖底 开始刻画阵纹 刻画完成后 老爷子直接就狠狠一出 定在了阵纹的正中心 刹那间 那原本围成了一个漩涡的碎兵 轰然散开 而那一只头朝下倒旋在湖中的小丫头 也缓缓地飘了起来 老爷子见状 赶忙伸手将它拖住 然后奋力地向着湖面游去 见到湖面游了动静 村长大喜过望 匆忙招呼大伙 将船划过去接应 而老爷子 刚把那落水的娃娃递上去 就忙不迭地招呼小巅 准备动手 可是此刻 他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根本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没办法 老爷子只得连续深呼了几口气 才总算把话说了个明白 原来 他是要小巅赶快激发体内的那只孤瓜 让他在附近搜索一下 是否存在游魂 小巅一听顿时会议 当即就半扎着马步 将胸口那只孤瓜的力量 分散到了手上 而村长也没闲着 他焦急地拍着丫头的后背 希望能看到一次生计 可就在这时 小巅忽然大汗淋漓地收了手 说在这附近 根本感应不到魂的存在 老爷子一听 顿时长叹一声低下了头 他们默默将缓滑回了岸边 死一般的寂静 似乎已经像岸上期待的众人 提前宣告了结果 事后 老爷子忍不住仰头大步 他在哭这个小丫头 为何小小年纪就要遭死不幸 他在哭自己 明明前天就发现了冤狐的异常 为何没有提早防备 他也在哭这苍生 世事无常 何故如此 说到那个小姑娘 头朝下落水罹难的事情 其诡异程度 让人忍不住连连扎舌 在事发当天 其实是个不错的好天气 而昨日下了一天的雨 想来今天在森林里 应该可以踩到不少小蘑菇 所以 小梅便带着家里的阿黄 一同出了门 可是一上午过去了 篮子里的蘑菇数量 仍旧是寥寥无际 这自然是让小梅一脸的不开心 阿黄虽然不能说话 但也能看懂 小主人情绪的滴落 所以他就望了几声 表示安慰 然而 当小梅路过冤湖 准备回家之时 忽然就发现了水面的异常 因为他看见 湖面上正有一个黑影 在静静地望着他们 一看竟是一条不小的碟鱼 小梅顿时开心了起来 他施意阿黄默要再叫 然后便捏手捏脚地来到了湖边 见到小主人要下水 阿黄顿时焦急地呜呜直叫 但看着近在咫尺 还一动不动的大碟鱼 小梅直接就当做了没听见 然而 随着小梅一步步踏入湖中 他却发现 自己和那条鱼的距离始终未变 自己往前一步 那鲶鱼就后退一步 并且还一走一停 似乎是在故意挑衅着 可小梅哪里还管那么多 他直接举着篮子一个大跳 朝着鲶鱼迎头盖去 可是 暗下的竹篮并没有任何动静 小梅顿时就知道自己扑弓了 然而 当他抓起竹篮查看时 一股距离往咱从脚下生住 这让小梅一个劣迹 直接就栽入了湖中 见到小鼠人遇到了危险 阿皇顿时就急了起来 他一边嚎叫着 一边往小梅那里游了过去 可当他帮你炮起小鼠人 就发现一条黑影忽然闪过 瞬间就拖着小梅往湖心拽去 阿皇顿时就急得团团转 可他又不能潜水 也根本游不过那条鱼 他只得匆匆地将小梅的鞋子 叼在口中 然后朝着村里跑去 路上 他看到了正在干活的两个村民 当即就跑到跟前呜呜呜地嚎叫起来 两个村民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小梅家的阿皇 再一看阿皇嘴里叼着的鞋子 他们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于是两人赶忙跟着阿皇 向渊湖方向跑了过去 一到湖边 两人就发现湖面上 只有一个半沉的竹篮 觉得事情大着 他们想都没想 就直接下了水 他们一直游到了湖中心 才发现小梅模糊的身影 可是小梅倒悬在湖里的样子 却让他们莫名遗憾 甚至越是接近小梅 他们就越发觉得 这水温低的有些不正常 但就连要紧 两人没想那么多 直接就游了过去 他们一前一后 拖住小梅肩膀 就准备往上去 然而 任凭两人饱足了力气 那小梅愣是纹丝不动 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 在湖底下拽着一般 眼看自己也要憋不住气了 两人指的先行游回了湖面 更巧的是 阿皇的叫声 也引来了路过的村长 两个小伙子见状 当即就呼喊起来 他们让村长赶快去请 滇三爷 因为沉入湖中的小梅 他们根本拉不动 于是 这边有了先前村长 登门求援的那一位 先远小山村 突发小孩坠湖事件 而且还是头朝下悬在湖中 若不是滇三爷亲自下水 恐怕还没人 能将这个小孩给捞出来 但可惜的是 即便是滇三爷出了手 也仍旧是无力回天 老爷子一怒之下 直接就带着家伙事 留在了这里 他要看看究竟是什么邪岁 敢如此猖狂 入夜后 圆湖上就起了一层宝物 老爷子和小巅 静静地坐在小船上 一言不发地等候着 船尾倒挂着一个灯盏 那是个扰鞋柱 扰鞋柱里装着的无根水 正一滴一滴地点在湖面上 而那无根之水 所生成的涟漪 在一开始 仿佛只是一丝波纹 可越到后来 力道越大 等那波纹扩散到岸边时 已经变成了 海岸局了 而且还不止如此 那滴水之声也是越传越下 若是有人在村子还未熟睡 定然会听到 那射人心魄的轰鸣之音 然而就在片刻之后 突然又万来几击 仿佛先前的那些鬼奇场面 都不曾发生过 爷孙俩的精神顿时一震 他们知道 那害人的正主已经来了 果不其然 就在船头几尺之外 有一个巨大的背棋 露出了水面 老爷子丝毫不惧 当即怒喝起来 怎么 你这个孽章 终于是遭受不住了 只见那黑影 缓缓地浮出水面 露出了一副 极其猙獰的面骨 爷孙俩定心一看 那黑影赫然就是一条 长了六只眼睛的怪鱼 而且 那怪鱼的额头上 也有一个 他们不久前 才见过的 三八文 可还不待 颠三爷想明白 其中关联 那怪鱼忽来一个转身 就钻入了湖中 老爷子匆忙提醒小巅 让他赶快稳住身子 果然 老爷子话音刚落 那条怪鱼就从湖里一窜而出 朝着二人直扑而来 老爷子当即马步一丈 双手合十 打喝一句 敌血绿碎杖 顿时 一道金色刚风轰然而出 迎头就扫在了那怪鱼的脑袋上 只是瞬间 就将那怪鱼的气势 给锁在了半空 而那穿过金光扑过来的 只剩到三斤多重的小鲶鱼 老爷子见状 直接一脚跺了上去 接着更是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 掏出降魔处 将那鲶鱼死死的定在了船板之上 然后 顿三爷对着半空 双拳一握 那团先前被束缚起来的金光 灯石就碎成了鸡粉 见状 老爷子赶忙吩咐小巅 让他催动体内的小孤瓜 将那些四散的残灵 给全部吞掉 小巅自然是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胳膊一伸 大喊一声 翻来 顿时 那些残灵应声而动 会成了一道金色流光 被吸入了小巅的掌心 事后 小巅好奇地询问爷爷 这狐狸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老爷子 文言看了看脚下 说得是的 正是这条鲶鱼 说吧 顶三爷有些失神地望着前方 叹息不已 人们都说 这冤狐最是仁义 多少年来 更是连个家畜都不曾淹死过 可没想到在今天 居然被这一条作恶的鲶鱼 坏了名声 可惜现在 他却没办法知道 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变故 一想到自己六月十五那晚 陪着那个外国姑娘 也有冤狐氏所见到的黑影 老爷子心中就有些后悔 当时 他以为那黑影是传闻中的精灵 在吸收月华 是向善之物 可没想到 这东西 最终居然会造像 如此杀孽 所以 老爷子认为 定是这冤狐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此等变故 只是 想要弄个明白的话 就只能等到下一次的 月圆之夜了 正在这时 那被钉在船板上的鲶鱼 忽然飘散出一些光点 小颠见状 顿时好奇地询问起来 老爷子闻言 眼中也有卑异 说这正是那落水的小丫头 被居住的魂 看着缓缓飘向天空的光点 老爷子默默地送起来 往生摇 据说那天晚上 整个冤湖都无人赶进 当然 这自然是不包括 再次驱邪的爷孙俩 和那只在湖畔迎着雾气 彻夜哀鸣的阿皇 黑猫竟然口吐闻言 还跳在了棺材板上 斥则子孙不孝 这种怪事 在颠三爷听来 也是稀奇得很 当然 这并不是老爷子第一次听说 而是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属实是推多了些 本来呢 在这天夜里 老爷子只是在村外的小土坡上 准备忘了记 他想看一下 这山里究竟是出了什么岔子 能闹出来黏鱼害人一事 这可就让被迫跟来的小颠 遭了老大的罪 毕竟 他可是光胳膊露腿的 引来了不少蚊子 可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才刚起个头 兜里的老年鸡 忽然就想了 颠三爷自然是一脸的不情愿 哪有大外夜打电话的 可一听对方是隔壁村的李成 而且 还是因为 他们正在给老爹守孝才打来的 老爷子眼睛顿时一亮 莫非是 要来生意了吧 起料 变化那头的李成 居然紧张兮兮的告诉了 颠三爷一件怪事 说他家里今晚忽然来了只黑猫 不仅赶不走 还特么跳在他老爹的棺材上 学着说话 如果他听得没错的话 那黑猫说的 就是不笑两个字 老爷子一听也是起了怪了 随后他就坐上对方派来的神车 赶到了隔壁村 一见颠三爷到来 正在守校的李成连连道歉 毕竟大晚上的扰人轻盟 着实不该 可奈何自家出了这档子的怪事呢 颠三爷自然是没有介意 不过他却一眼瞧出了这面前的院子 不太对劲 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而是转头问李成 那古怪的黑猫究竟在哪 李成闻言 赶忙将老爷子请进了灵堂 一进门他们就听见一声 猫和动物独有的威胁之音 老爷子定睛一看 顿时就发现一只黑猫 正扎着毛弓着身子 警惕地盯着他 不过 在见到新来的两个人 没啥动作后 那黑猫转头就蹲了下去 开始哈尸哈尺地蓄力起来 李成一看 顿时就知道 这猫又准备开始好了 果然没过一会儿 那黑猫就在老爷子的注视下 举着前掌 开始在棺材板上 边跳边好 完全就是一副 没几包小鱼干根本下不来的架势 而且听那嚎叫的声音 还真的像是在说 那不笑两个字 而那李成健壮也是痛心疾首 说他爹是打了个喷嚏 不小心导致血管破裂才走的 按理说88岁也算是个全兽了 可为啥老爹还非要逮着他 骂个没完呢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些年 好像也没亏待过老人家了 无奈之下 父子俩赶忙跪了下去 连连磕头 希望老人家可以放过他 万一这事传了出去 影响了孙子后面的人生大事 可就不妙了 然而巅三爷却越听越觉得 这位不大对 因为他觉得 这猫说的不是不笑 而是不烧 父子俩闻言顿是正着了 再看看那黑猫 也突然在同事安静了下 他哈啼哈啼的喘着粗气 似乎对这个白毛老头的准确翻译 不过为任何 可是这不烧二字 究竟是啥意思呢 对此老爷子解释说 这是他爹不想进场的意思 当然了 这个场是指火葬场 还不带父子俩反应过来 那黑猫忽然尝出一口气 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城 瞧那气呼呼的模样 似乎真的是在等他儿子 给个说法 天远山村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说是有只黑猫中了邪 还蹲在人家的棺材板上骂人 这事一出 直接就把正在守校的父子俩给吓坏了 无奈之下 他们只得连夜请来了 隔壁村的颠三爷 可是颠三爷一进门 就听出来这黑猫的口音有些奇怪 虽然那声音听起来的确和不孝两个字的发音很像 但实际上 那黑猫说的确实不少 听到老爷子翻译得颇为准确 那黑猫当时就安静了下来 然后直接目不转睛地瞪着父子俩 大有一副要不说法的样子 这一出顿时就把李城愁坏了 要知道 现在可是早就不兴土葬了呀 哪怕是偷偷摸摸地埋了 一旦被关家知道 还不是得重新给刨出来 得 马上就又举着前找 开始嚎了起来 这一声把老爷子都写些听笑了 因为这回 这黑猫还真的就是说的不孝二字 李城闻言一愣 对他来说 这黑猫前后的叫声根本就没有区别 颠三爷见状赶忙打住 说他再不说正事 他爹可就真的生气了 果然 老爷子的话音刚落 那黑猫瞬间就拱起了身子 就连声音都高亢了几分 仿佛再说 瞄了个咪的 你这儿子当真不孝 李城一看 差点就急哭了 他赶忙劝老爹先冷静一下 然后就悄悄的问起颠三爷 他老爹真有这么大本事 竟能附身到这黑猫之上 可任凭他声音再小 那黑猫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当时一伸腿 就准备起身接着吧 可刚刚折腾了那么久 着实是有些废猫 所以 他也只得喘着粗气 懒得再理会这不孝的儿孙俩 老爷子也仔细打量了下眼前的这只猫 发现他通体乌黑 显然正是过去说的那种玄貌 而玄貌本身就有通灵的天性 再瞧一下他那不小的个头 恐怕活了五六年了吧 那可是更加容易成为灵俏了 而这猫呢 前爪五指 后爪四指 且单数为阴 双数为阳 故而可以同时分探阴阳两界 尤其是这种通体乌黑的玄貌 回想着先前所见 那黑猫双爪高举 应该就是在赌阴入阳 想来那李城的老爹 就是这么进去的 听完了老爷子的解释 李城也是越发的忧愁 可就在这时 那黑猫显然是缓过了劲 又一次在棺材板上唱跳起来 双三也很是无奈 要是他爹真的一直这么折腾下去 这猫多半就活不长了 到时候 他爹的魂 就只能从这黑猫的天灵盖里飘出来 一旦到了那时 他爹恐怕就会入了畜生道 来世 就无法投胎为人了 这话一出 李城父子当时就下滩了 他们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希望老爹可别再折腾 这只可怜的猫了 不如赶快去走了流程 早些投胎 可没想到的是 那黑猫虽然听在耳中 却仍旧是一副不依不捞的样子 最后 李城实在没招 只得选择抱一下 颠三爷的大腿 希望老人家能帮个忙 而颠三爷也知道赎金流众 当即就向那黑猫做了个礼 然后一脸严肃地说 你要是一直这样待在猫的身上 那来接银的鬼差就找不到你 最后也就只能沦为姑惑野鬼 这话一出 似乎也把那黑猫吓了一跳 他当时就呛了一下 停止了嚎叫 老爷子见状继续劝说 说人死如灯灭 舍去的只是一副去叫 且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 都不会有损因德 更不会祸及子孙 为何还要执着于此呢 不得不说 这一袭话如醍醐灌顶 直接把那黑猫听愣了 可颠三爷显然还没说完 而是搬出了一个更大的家伙 说万一你误了阴丝点卯的时辰 成了孤魂野鬼 那阴差自然会到他李家 去找一名阳寿未尽的子孙 来抵阴吉 这才是真正的祸及子孙 当然了 也不知道这事究竟是不是编的 反正是把跪在地上的父子俩吓坏了 于是他们磕起头来 更加卖力了 更是哭爷爷告奶奶的 恳求老爹赶快去阴司办理住户手续 千万莫要误了时辰 这下那黑猫也不但顶了 他死死地盯着颠三爷 似乎在确认这事的真假 可颠三爷仍旧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让他有些摸不清底细 于是片刻之后 那黑猫忽然趴下了身子 开始呕吐起来 这一幕顿时就把李承看待了 难道老爹这是又出了新的状况吗 可颠三爷却劝他只需等待 莫要慌张 只见那黑猫呕吐之后一抬头 忽然就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 一看竟有四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 那黑猫忍不住好奇地瞄了一声 不明所以的他当即撒腿便逃 生怕被眼前这些奇怪的家伙被抓了去 这一下可直接就把李承看蒙了 他哭喊着哀求老爹 求他给句话 别一声不吭就跑 毕竟做人好歹也该有点担当不是吗 可那黑猫是头也不回的一溜烟 窜上了屋顶 然后消失在了夜色中 好在颠三爷看不下去 进行了及时解释 才止住了父子俩准备追去的脚步 老爷子说 你老爹的魂并未离去 而是仍旧待在这灵堂之中 话音刚落 就见灵堂内忽然阴风骤起 而那两根蜡烛也在同时变了颜色 不对劲呢 这动静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好兆头啊 民间有个传言 说是黑猫通灵 切莫让其靠近死者灵堂 否则必会引起事变 可今天发生的事却是奇了怪 因为那黑猫跳在棺材上后 那深固的李老头因为事变 反而是那黑猫被他覆了体 若不是他儿子李承连夜请来了颠三爷 这黑猫还真有可能被他给活活折腾死 只是现在那黑猫跑掉之后 李承父子可就急坏了 好在颠三爷及时解释 说老李头的魂魄 还留在这灵堂之中 只是由于这心魂脚下无根 所以老李头此时正满屋子乱窜 想找个落脚地呢 说着颠三爷示意李承 看看灵堂里那被搅得乱七八糟的香煮烟机 随后颠三爷也没再多说 而是有些无奈的掏出了降魔杵 直接钉在了棺木之上 此举并无他意 只是让李老头有个攀附之物好吻下身形 果不其然 颠三爷话音刚落 那灵堂那便安静了下来 这是何苦呢 土葬和火葬对于死者而言 都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如此折腾一番 早就错过了阴差引路的时辰 罢了 看来还是得亲自出手送他一程了 俗话说出魂走风 再魂走水 三魂就地化夜归 瞧着李老头现今的模样 也只能考虑去走一下水路了 事不宜迟 颠三爷当即吩咐李承父子 去准备一些烧纸笔梦 随后 他便根据牢里头的生辰八字 绘制了一张简易的黄符 并将拇指的血液抹在了黄符正中 势必 老爷子忽然盯着一旁的李承问了一句话 那就是他是不是牢里头的亲儿子 这话一出 直接就给李承整萌了 若是哥在平时有人这样说 他肯定当场就炸毛了 可如今经颠三爷这么一提 他反而有些不确定下来 毕竟爹娘都已过世 自己可完全没地儿找人确认 无奈之下 他只得战战兢兢地说 是 是的吧 颠三爷也没想那么多 转头就把拇指上的血液 抿在了李承的掌心 随后便开始折起了手中的黄符 虽然他已经有些时日 没有碰过这东西了 但骨子里的记忆还是极为深刻 不多时 一个巴掌大的纸传 便给他折了出来 老爷子看得颇为满意 然后便抓了一些香灰洒子其中 虽说这些香灰对活人无用 但在阴丝却是价值不菲的盘战 颠三爷将纸传递给李承 然后对着面前的空气 让那牢里头赶快跟上 自己的八字纸传准备上路 颠三爷话音一落 那纸传里的香灰 就忽然荡起了一层烟圈 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在了上面 众人惊奇之语 便在颠三爷的蹲促下立马动身 一起前往了村子附近的小河边 夜深微凉 好在并无大风 一行人小心翼翼的护着纸船来到了河边 只是当那纸船被放在水面后 竟在原地打起了转阵 颠三爷无奈一笑 劝牢里头 莫在留恋 只需一路向西密流上 过了不远处的桥洞 就可以了 颠三爷话音一落 那物资旋转的纸船忽然就停了下来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逆流上 向着不远处的石桥缓缓飘去 老爷子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 略有感慨 他说这河里的每个桥洞 都算是通往阴司的街门 只要牢里头的船 过了眼前的桥洞 他自然会知道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了 随后 众人就这么静静的等站 直至纸船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颠三爷瞧了瞧天上的月亮 估摸着已经过了一带烟的功夫 于是 他便让李承看一下掌心 去确认下先前化的血印 是否还在 李承闻言摊开了手掌 顿时惊奇地发现 那掌心的印子 竟不是在何时消失的干干净净 颠三爷健壮点了点头 也为这种现象 代表着李承的老爹 已经安然抵达 比起怪事不常有 最近几天特别多 这位少年 只是在骑车时栽了个跟头 整个人就变得不精神起来 你说他不发烧也不咳嗽 偏偏就是嚷嚷着头疼 还浑身没劲 这让他的妈妈误以为 这小子是准备逃课而在装病 于是 他便拎着儿子找到了颠三爷 希望老人家能帮个忙 瞅上两眼 颠三爷听了这事 也是觉得稀奇的解 也为在他的印象中 小改这孩子身体壮的 跟个小牛犊子一样 怎么会打不起精神呢 只是现在 从外面来看 是瞧不出什么毛病 没办法 颠三爷便尝试着 给小改拔了个脉 这一把可不得了 也为他发现 这孩子的魂魄居然缺了一块 这话一出 小改直接被吓得机灵了起来 在老爷子的询问下 他赶忙将昨天的遭遇 讲了出来 原来 他昨天骑车从镇上回来 在经过村子里的石桥时 我知咱的 突然感觉脚脖子一僵 然后就拐在地上 说着 他直接抬起了脚丫子 往颠三爷面前一出 老爷子看了一眼 也瞧不出个所以然 没办法 他便吩咐小颠 去把他的药酒葫芦给拿过来 随后 老爷子往嘴里猛灌一口 接着直接喷在了小改的脚踝处 刹那间 苏马冰凉的感觉猛窜而来 让小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老爷子赶忙指住 他想去挠一挠的动作 让其等待片刻 说不其然 在几席过后 小改的脚踝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乌黑的小手印 这一现象 可把小改妈妈吓了一大跳 儿子撞了鞋 该不会是惹上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话音一落 就连小改 都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小命来 老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说小改的魂魄 只是缺了一小块而已 准确地说 只是被掐走了一个魂坚 如果能找回来 那自然是万事大计 如果找不回来 也无需担心 因为就凭着小改这壮实的身板 不出半个月 就能重新涨回来 只是这代价嘛 就是需要消耗 那么一丢丢的手缘 小改一听 当场就瞪大了眼睛 什么 这东西转化出来 还要消耗手缘 那岂不是代表着 自己要少活一段时间了 不行不行 这买卖太不划算 他的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一脸的愤懑难平 可就在这时 颠三爷的电话 也突然响了起来 一听消息 老爷子当时愣住了 因为打来电话的 正是昨夜请他过去的里程 据里程所说 他掌心的那片血脂液 再一次出现了 而这种情况 要么是牢里头的魂魄 被阴丝拒收给推了出来 要么就是 被某种诡异的力量 从阳间给声声拽了回来 颠三爷顿觉不妙 赶忙询问小改 他摔跤出事的 究竟是哪一座石桥 小改不明所以 下意识地回答了出来 老爷子一听 大呼要遭 因为小改说的石桥 正是他们昨晚 为牢里头送行的那座 当孔石桥 这下颠三爷可就坐不住了 他赶忙嘱咐小改 先回家待着 并且在这两天不要外出 然后便吩咐小巅 去找一个马灯 准备干活 小巅顿时那了味 为啥放着好好的手电筒不用 要去找那老掉牙的马灯呢 对此 老爷子解释为 只有自然界的真火 才能找出本邪 至于手电筒什么的 屁有没有 阴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就是走夜路过桥之事 千万莫要在桥上停留 也更不要在桥上往下看 否则 必将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就在今天 漆黑的夜路上 却不时闪烁着明灭的灯火 原来 是一对赶夜路的爷孙俩 起因是这个老爷子 嚷嚷着肚子 非要孙子半夜起来 将其领到姑姑家里 吃顿饺子 这古怪的要求 自然是惹得孙子 一路上嘟囔不停 如果看过先前剧情的人 必然知道 这爷孙俩 正是下三里尊 颇有名望的滇三爷 和向来胆肥的小滇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刻 他们两个再演一出戏 毕竟 停着十几年的演戏经验 爷孙俩配合的 可谓是得心应手 此时 滇三爷演的是一位盲人老汉 而小滇则仍旧是本色书演 当起了孙子 可走着走着 小滇忽然停住了脚步 老爷子顿时戏经上身 斥责小滇又在使性子 而实际上 在他们前面的小路中间 正蹲坐着一个古怪的小孩 那小孩看起来八九岁的样子 背对他们低着头 一言不发 小滇指的撞着胆子询问 谁家的小孩 蹲这里干嘛 那小孩闻声猛一回头 露出了两个暗红色的瞳孔 可小滇岂是被吓大的 见小孩不回话 他还凑到跟前提高嗓门 又问了一遍 起料 那小孩的嘴巴像是被焊死了一样 愣是半个字也不说 这让小滇也没了辙 无奈是下 他指的寻寻善诱 问小孩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要不要我们送你一趟之类 听到这话 那小孩终于有了反应 他小心翼翼的抓住竹竿 拉着老爷子就向前走去 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 小孩一转身 带着小滇他们拐向了另一个方向 于是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那座熟悉的石桥上 见状 小滇顿时装作一副很惊奇的样子 说他没想到这里也有座桥 若是加上遇到小孩前路过的那座 那今晚就算是过了两座桥了 说着他还大声提醒爷爷 说他们现在正走在桥上 小滇话音一落 那小孩忽然就发现了竹竿 他拽不动 回头一看才发现 老爷子居然停了下来 然后晃晃悠悠的掏出了酒壶 他说乡里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在半夜行桥之时 得祭奠一下附近的鬼神 说完 他便在小滇好奇的目光下 将酒水洒在了桥板之上 随后 老爷子还特地提醒小滇 夜半过桥时 莫要往两边的桥下看 可老爷子不说还好 一说反倒是坏了事 直接小滇一边问着为什么 一边下意识地扭头往河道看去 等他看完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是犯了什么机会 因为那河道上远远地扶着两个人 而且还是逆着水流 往他们脚下的石桥飘了过来 老爷子顿时正住了 以为是自己听错 想让他再重处一遍 可现在 小滇已经惊得说不出话了 也为他看清楚了 那河里飘着的两个面孔 正和他俩一模一样 老爷子顿时不但定位 唐的一声站起身 大骂小滇在胡说八道 小滇慌不择已 结结巴巴地说 那俩人马上就要飘过脚下的桥洞 在听到小滇的确认后 老爷子面色大变 他一脸震惊之色 似乎是有些难以置信 可就在这时 那沿路的小孩忽然大笑起来 这一笑 差一点把小滇的魂都给吓了出来 爷孙俩夜半赶路 只是为了演戏骗鬼 可在半路上却被一个小鬼娃娃给摆了一当 原来 为了查清楚村子里怪事贫发的原因 滇三爷特地演了一回盲人老汉 然后在小滇的带领下 刻意地去接近那座石桥 不出意料的是 他们在半路上就遇到了个拦路的小娃娃 随后 那小孩便假接找不到回家的路为名 将爷孙俩骗到了这座石桥之上 殊不知 来到石桥这事 对爷俩来说也算是正中价怪 正在此时 小滇发现了从河面上逆流飘来的两艘纸船 于是 他故作震惊地大声说 那河里飘上来的是两个人 而且看那相貌正好就和他们一模一样 果不其然 看到爷孙俩慌了神 那引路的小孩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这一声怪笑 差点把小滇给吓得尿了出来 而那小孩更是离谱 他就那么怪笑着 没入了脚下的石桥 是一手绝活 看得小滇赞叹不已 随后更是装作一副被吓着的模样 连飘国罪 不过老爷子却是一副不荒不亡的模样 他问小滇 河上的那俩人飘到哪里了 小滇闻言 赶忙望了望桥下 说他们马上就会经过桥洞 老爷子听了 心中顿时有了谱 他直接将竹竿和酒葫芦往地上扔 然后猛地睁开了神光灿灿的双眼 他大喝一声 让小滇再仔细看看 那河上飘着的真的就和他们一模一样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出 直接把小滇看上来 这是干啥呀 难道这演出就到此为止 滇三也没有理会 而是掏出了一张黄符 他快步来到了那小孩先前渗入桥面的地方 然后往一把拍了下去 刹那间金光大作 一道几丈高的金色光柱轰然出现 瞬间就把桥面直接冻穿 乔治赫赫声势 真是让人热血澎湃 小滇见状 赶忙询问老爷子是否得手 滇三也点了点头 然后便带着小滇来到了石桥下方 此时的桥洞里漆黑一片 哪怕是提着马灯 也几乎看不到东西 可老爷子却偏偏让小滇把马灯举高了 让他好好看看桥柏下的东西 这一招可不得了 随着烟雾散去 那桥柏下竟出现了一个极其甚人的怪物 那怪物的样貌极其丑陋 俨然就像一个畸形的八爪鱼一样 盘根错节 看着人忍不住脊背发凉 怪物的最近几天 村子里老有人莫名犯困 感情是这石桥上 来了个偷偷掐人魂间的怪物 而爷孙俩为了此事 也着实是大碎了一番周章 他们先是在白天踩点 沿着小河寻找可疑之物 没想到还真在下游好家庄的拱桥上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包子 于是他们便在半夜提着马灯 演了一出好戏 老爷子将计就计 让小滇带着他先从那个发现包子的拱桥上 走上一遭 然后再回自己村里的那座 藏有怪物本体的视角 并且在路过下游的那座拱桥时 老爷子特地在河里放了两艘纸船 然后插上用来迷惑的眼魂箱 此举只是让那上游的母体 误以为自己已经掐到了爷俩的魂间 不仅如此 滇三爷还算好了距离 去刻意控制了一下那纸船的逆行速度 这下食物迟迟不到 自然是把那怪物给挤坏了 因此这后面便有了那小孩拦路的事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那怪物幻化成一个小孩堵在路上 应该就是想确认一下两人的真实身份 所幸这怪物知道的事不多 也没认出爷俩 所以才放心大胆地把他们往石桥上演 而老爷子虽然装强 但心里却是门尽 他一到桥头就直接不走了 还蹲下去倒酒 来不意拖延使劲 也为他知道 在那桥的中心就是那怪物的本体所在 贸然靠近 必然会让他有所察觉 好在此时 那纸船终于慢悠悠地飘了上来 不过 虽然在爷俩的眼里 那只是两艘插着箱的纸船 但在怪物的视线中 却误以为那是两人被掐掉的魂间 自以为得逞的他肯定是急不可耐 故而他在一声怪笑之后 就从桥面上钻了下去准备开餐 可老爷子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也为这怪物开始吞噬之时 必然会露出自己的镇眼死穴 所以 当老爷子用自己的堵鞋目扫射桥面时 瞬间就发现了那个奇怪的光点 他见步而出 直接将一张黄符给拍了上去 而那如闪电般迸发的金光 正是老爷子引以为傲的诸邪奇术 灌魂剂 也正是这一招 直接就将那怪物的本体当场贯穿 经此一说 让稀里糊涂一路的小巅 终于明白了过来 更是忍不住打赞 厉害了 我的爷 只是现在 老爷子看着乔摆下的怪物 却皱起了眉 因为他已经认了出来 这东西的名字应该叫做阴翻轨 他原本生长的阴丝界 是被用来净化恶魂的奇物 如今这般模样 想来就是阳间实物短缺 导致他将主意打在了活人身上 只是老爷子没搞明白 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来到这桥洞里 难道是附近的地脉出了变故 才让他从阴阳两界的空隙中钻了过来 看着老爷子默默出了神 小巅巧声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爷子一听 当场就给了小巅一个略显打穴的眼神 那就是让他用自己的弹弓裹上次爆完 然后直接打爆了 说到打弹弓 我想在座的小伙伴们没有人不蠢蠢 但如果这弹弓打的是一只来自阴间的东西呢 注意看 桥洞里这个长得奇丑无比的东西 正是阴丝界才独有的阴番魁 且因其特性原因 往往被那一界用来净化恶魂 可不是怎么的 他居然越了界现身阳间 并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 开始向路过的生者下手 所以现在 在颠三爷使用灌雷机将其生生打废之后 这阴番魁就彻底支隆不起来了 不过为了永绝后患 就需要小巅去补个刀了 因此 颠三爷特地嘱咐小巅 让他用紫豹丸 去好好地招呼一下 说到紫豹丸 它其实只是小巅自己瞎起的一个名字而已 它的全称是 鸡鞋子消逆暴击碗 但从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就能分析出来 这弹丸里面究竟是什么成分了 所以接下来 就是咱们小巅表演的时候了 只见那颗紫豹丸已经射出 便如一道血线直冲而去 在两者触碰的叉弹 一团赤红色的火焰忽然暴力 这正是生死相克的极致反应 一击过后 桥洞里顿时就弥漫起浓浓的碎物 而那碎物之中 还伴随着数十个飘飞的青色光点 想来 这些就是被那殷番魁所居住的魂间了 看来这段时间 被他祸害的人还真的不少 老爷子健壮当即喊道 你们都听着 殷者黄泉饮汤 杨者灵排又圆主 殷归殷 杨归阳 你们都各回个家了 老爷子话音一落 那些魂光忽然间 如同找到方向一般飘散而去 在这数十个光点中 只有一个的方向有意 他是向着西边一路飘飞 看来那就是前几天并故的牢里头了 见到此目 小巅忍不住嘟囔起来 不知道这些光点里面 哪一个才是小改那家伙的呢 奇妙他话刚说完 正在飘走的一个魂光 忽然就停了住 然后还扭过头去 撞了一下他的鼻子 得 这小改还真让他给喊了回来 不过小巅哪里是吃亏的主 他直接就拉起弹弓 准备和自己的小伙伴打个招呼 这个举动 当时就把老爷子吓了一大跳 要是小巅这一弹弓真的打出去 那小改这孩子 可就只能跟着牢里头 去殷私界喝汤了 所幸 这只是小巅开的一个小玩笑而已 随后 爷孙俩静静地目送着 这些魂光飘向天际 不由地出了神 在回家的路上 小巅再也忍不住了 他又一次向老爷子 问出了压在心底的那个问题 那就是咱们爷俩 真的是一直这样没有魂吗 此言一出 老爷子登时就正出了 他塌了口气 不是早就给你说过了 有小姑瓜给你做镇灵 也是一样的吗 至于你说的魂 早晚都会有的 说完这句话后 爷孙俩就沉默了下去 不过 虽然老爷子看似不耐 但心中却以沉重之际 因为无论是山村这几天 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还是说小巅刚刚提到的魂 对老爷子来说 就像眼前绵延无尽的山脉一样 压的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开玩笑 可别再说什么 看到自己太难了之类 因为这事在今天还真就发生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叫小改的少年 在骑车过桥时被脏东西掐走了魂间 直到昨天晚上 在颠三爷和惊哲二人 将那作恶的殷翻魁铲除之后 那些被掐走的魂间才得以安然逃脱 而其中正好就有小改的魂光 虽说小巅在当时和他开了个玩笑 说要拿弹弓整弹 但小改心中其实还是很感激的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活蹦乱跳地拉着妈妈前来道谢 随后小改还说起了 昨晚回家后发生的怪事 那就是自己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了早就去世多年的奶奶 可还不等他开口招呼 他的奶奶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 直接给他踹进了院子里 一听竟然发生了这等稀奇事 颠三爷乐得哈哈大笑 他说老奶奶那一脚踹得好啊 那可是在帮你安魂呢 现在是不是感觉壮士多了 小改文言比划了下 感觉好像还真的和老爷子说的一样 浑身充满了一股牛腥 他顿时就喜上眉烧 小改的妈妈见状 赶忙就送上了一栏土鸡蛋辽表谢意 颠三爷虽有推辞 但也着实拗不过他们 索性也就听之认知了 不过 在听到小改居然得先回家写作业 才能出来完后 小颠忍不住有些同情 他说这小改属实太惨 明明不是念书的料 还天天被逼着写完作业 真是可怜啊 其料 这话落在了老爷子的耳朵里 可就真的是大逆不到了 他直接抬脚就踹 你小学三年级没上完就开始撂挑子 还好意思说人家 顿时 这颠三爷的大门口 又响起了久违的求饶声 可就在这时 一个老奶奶忽然匆匆赶来 难道是救星要登场了吗 原来来人是小颠的吴乃 虽然他对眼前的情况 已经见怪不怪 但也仍旧是少不了牢的两句 不过 他可不是专程来串门的 而是附近的学校里出了怪事 一听是学校里的老师中了血 老爷子眉头一跳 咋的 这老师是有多大的谱 竟然能拆你来喊我 不去不去 吴奶奶赶忙解释 说那中邪的老师 是从城里来支教的大学生 就凭这个理由 都已经足够了吧 颠三爷一听 这才点了点头 虽然按以往惯例 他每次办事 都会带上小颠的 可经历了刚刚的一番训斥 再加上那地方 还是个学校 所以小颠 就像是个拽不动的倔吕一样 死活都要赖在家里看门 无奈之下 老爷子也只得孤身前往了 不多时 两人便赶到了这所学校 吴奶奶充当了引路人 带着颠三爷直奔脚尸宿舍 而那位中了邪的小张老师 此刻正躲在自己的房间 窝在被子里 一步都不想出去 简单的寒暄后 颠三爷大眼一瞧 也没看出来有啥毛病 可小张老师 天天就是说自己头昏脑账 还有点想吐 而吴奶奶呢 他把颠三爷应付了 是不认真看 还详细地举了例子 给他讲 小张老师有多好多好 颠三爷自然是明白人 当即开始询问老师的 重邪之音 原来 这事还得从前天补课说起 当天 他给吴奶奶的孙子 补完课就已是晚上 为了尽快赶回学校宿舍 他就抄了一条劲的 而那条劲的 就是当地人们 谈之色变的郑嘉林 一听还有此事 老爷子顿时来了兴趣 他连连赞叹 你这小伙子的胆量 当真可以 其实 从没见过脏东西的小张老师 自然认为 那些都是无稽之谈 所以为了省下几分钟的时间 一个偏提小道能算什么 哪怕就是一道河沟 他都敢跳过去 不过说来也怪 现在正是部署剩下 可一路郑嘉林 他却感觉凉嗖嗖的 略感有趣的他 忍不住开始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可也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东西 那就是在这遍地的坟头中 竟然有一个巨大手掌模样的家伙 好奇之下 他便走到了跟前仔细查看 这一查可不得了 这哪里是什么手掌 他根本就是一个光着钉的小娃娃 若这真是个小娃娃还好 可这娃娃天天是手腿极长 还以一个诡异的姿势 倒躺在粉包上 而且虽然他身子是倒躺着的 可那张脸却他妈是正着的 今天给大伙换个口味 来讲一个一夜秃头的事 先说好 这可是一件很邪门的故事 话说两天前 在小山村支教的小张老师 为了给村里无奶奶生病的小孙子补课 不小心耽误了回校的时辰 所以当他出了村 天就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为了尽快赶回宿舍 他便抄了个劲道 路过了郑嘉林的乱坟岗 并且也就在那里 他遇到了此生难忘的大恐怖 因为他看到一个坟头上 竟躺着一个半透明的娃娃 他不仅手臂齐长 而且那脑袋还是倒着长的 小张老师哪里见过这等阵仗 顿觉一股良意直窜几了 可就在此时 那怪娃娃突然睁开了眼睛 并且那身子也迅速凝食了起来 紧接着更是以手做脚 突然站了起来 老家伙 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 小张老师步步的提他 直接撒腿便逃 你不要过来啊 于是一个人在前面跑 一个娃在后面追 这场面不知怎的 竟让我忍不住想起了 费玉清老师的那句名言 不过说来也是可笑 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 竟然跑不过一个 用手撑地的小娃娃 眼看那个娃娃 已经快要追上自己 小张老师的心 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此时 那怪娃娃 忽然双手朝地上一拍 整个身子 直接就窜到了半空 小张老师 顿时就下的魂不覆地 这家伙 原来是憋了个大招啊 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的 他当时就摔了个嘴啃地 虽然脑瓜子有点嗡嗡的 但对他来说 这顶多就算是个皮外伤 所以反应过来的小张 赶忙爬起身来 准备抵御接下来的攻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身后空三竹也 哪里还有那小孩的身影 如果不是那麻木的感觉 还清晰至极 他肯定会把刚刚的事情 当成幻觉 所以此刻 哪怕是眼前空无一物 他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了 听了小张老师的讲述 顶三爷他们不约而同地 想起了同一个东西 那就是坠儿 惊奇之余 老爷子赶忙问他 究竟是何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 可小张老师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大师一惊 过去 这小伙子是真火啊 那邪乎的地方 他竟然敢去第二次 不仅如此 他居然还想现场直播 原来 小张老师在第二天醒来后 发现自己屁事没有 顿时就觉得自己昨晚是眼花了 或许是遭人用恶作剧摆了一刀 于是就在当晚 他带着手机全程开着直播 准备将那坏蛋给揪出来 结果呢 当然是拍到了 不过不是他拍到了那个娃娃 而是他被那个娃娃又给拍了一巴掌 得 这下他可总算是老实了 一听此话 老爷子和吴奶奶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天哪 你居然被拍了第二次 看着他们紧张的神色 小张有些不明所以 老爷子赶忙解释 说那坠儿可招惹不得 因为当地有个说法 叫做 你拍福 再拍货 三拍阎王躲不过 你小子 怎么还敢去惹他第二次呢 说到这 老爷子忍不住 讲起了一些传闻中的故事 例如 曾有一个老秀才被坠儿拍了一下后 腿肚子转筋疼了一个月 还有邻村的老在头 被那东西拍了一下 第二天就大病禁医 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所以说 这被坠儿一拍 福祸不可预料 还是尽量不要招惹的好 不过眼下老爷子倒是想听听 这小张老师被拍了之后 有没有觉得身体有恙 小张一听 顿时面露蓝色 思虑两久后 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将头上的帽子一把掀了开去 刹那间 整个屋子似乎都晾烫了不少 两位老人家的面色 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难不成那东西 要给他拍成那牛魔王的儿子吗 吴奶奶听了摇摇头 说这造型明明更像那年画上 抱着鲤鱼的胖娃娃 听着两位老人自古自的点评 小张简直郁闷到不行 他忍不住吐槽的 二位老人家 你们真的是来关心我的 对不对 老爷子听了哈哈大笑 说莫慌莫慌 就是因为关心你 所以才在看到这种结果后 松了口气 想想就挺突然的 这个小伙子只是走个夜路 竟连续两晚都碰到了同一个怪娃娃 他不仅结结实实挨了两巴掌 还被一夜之间拍成了兔子 不过说来也是他自己作死 也为这第二次的遭遇 完全是他自找的 毕竟身为堂堂大学生的他怎会相信 有人会乘凉乘到半夜的坟头上 关键是那个人 看起来还像个一岁不到的小娃娃 当小张满脸委屈地讲出了自己的遭遇后 来帮他看病的颠三爷已经笑差了几 老爷子不只是笑他胆肥 赶夜闯乱坟岗 还在笑他挺突然的发醒 要知道 小张遭遇的怪娃娃 正是传闻中的罪案 话说被那东西拍一下 可是福获难料 更有一句传言说这东西一拍福二拍货 三拍阎王躲不过 如今他已经被拍到了两次 虽然说不上有啥福报 但所谓的货其实也不算大 现在看来顶多就当是剃个头巴了 这可就让小张郁闷坏了 二位是来帮我的对不对 有什么好笑的 头发怎么了 不重要吗 要是真能长出来还好 现在那种光秃秃的样子 让他忍不住怀疑 自己头皮上的毛囊是否还在了 这话一出 两位老人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玩归玩 闹归闹 小张没事才是好 所以与缺少的头发相比 如何避免被那坠儿拍第三下 才更加重要 毕竟三拍阎王躲不过的说法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听到这事竟能危及自己的小命 小张终于是慌张起来 他抱着头嚷嚷着 要请警察叔叔来主持公道 这让颠三爷听得是连连白手 想嚷嚷啥 你觉得官家的人会信这个吗 可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的话音刚落 那小张的脸忽然就绿了 只见他一个翻身 就开始干呕起来 看来他被坠儿拍的这一下 还有一些不小的暗劲 看着小伙子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老爷子也总算是慎重了起来 他询问老奶奶 是否还有在庙里求来的不佑虎 老奶奶一听连连点头 说自己前年去泰山庙里求的 红布足有一仗 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经此一说 颠三爷这才放下心来 他让老奶奶将剩下的红布取来 准备在这小伙子的背上缝个幼签 于是没过一会儿 老奶奶便从家里赶了回来 甚至连针线筐子都给整个带了来 随后 他便在颠三爷的嘱咐下 开始准备缝一个名为生艳的幼签 只见他剪下一块两寸大小的红布 并递给了小张一根干草 说是此物需要含在嘴里 以免在穿着衣服时 聊针引线 戳到了魂 然后老奶奶便掀起小张后背的衣服 准备将那幼签给缝上去 小张有些不解 难道说这东西一缝 他脑袋上的头发就能重新长回来吗 一听小伙子竟然把幼签比做东西 老奶奶顿时就不乐意了 他心怀前静地说 这是从泰山奶奶庙里求来的护佑 可灵着呢 可也就是这一个分心 老奶奶不小心扎到了自己的手 这让一旁的颠三爷瞬间皱起了眉头 他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终却是一个字也没提 不多时 那个幼签便已缝好 老奶奶拍着小张的后背很是满意 说有了泰山奶奶的护佑 摆鞋都将不敢谨慎 离行前 老爷子特地嘱咐小张 让他晚上穿着这件衣服睡一觉 第二天就没事了 当然 保险期间 老爷子还递给了他一张 护身黄服叠成的蝎子 一座不识是序 虽不知这些是否有用 但小张老师还是真诚地 向两位老人鞠躬道谢 在回家的路上 老奶奶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就是郑嘉林的那个坠儿 既然那么邪乎 你为啥不去拿了他 殿三爷笑着摇了摇头 说那东西可不能动 因为坠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阴公道 如果拿掉的 就必然会是阳间 少了一个两界制衡的称托 届时可能会捅出更大的篓子 所以那东西只能躲 而不能惹 说起影子 在一些地区的民俗文化中 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传说 例如人的身体为阳 影子为阴 且与魂有关 如果不小心被人踩了影子 那被踩的部位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 或许这些民俗传言 在当今来看 都是老一辈的一些迷信说法 但在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 却突然就发生了一件 和影子有关的怪事 这天 滇三爷正在家里 扎着指人听着戏 享受着久违的安逸午后 可就在这时 院门外却停下了一辆车 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敲了门 和滇三爷摇摇打了声招呼 一瞧来人有些面声 老爷子赶忙起身坐礼 只见那汉子一脸焦急的说 他来自张家村 是家里的闺女出事了 他说那丫头暑假回来后 不知怎么的 连续两天晚上 都拿着柴刀砍墙 不知是犯了什么一证 老爷子听了也是一愣 当即也没多说 直接让小滇带两个指人 准备干活 不多时 他们便以随车赶到了张家村 可刚跨进大门 老爷子就不走了 原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这两个指人可不能过早暴露 于是 他让小滇找来一个箩筐 将指人盖了起来 而后才随着汉子前往客厅 见到滇三爷到来 海他娘连忙起身迎接 老爷子一边应着 一边私下打量 一瞬间 他就发现了 正坐在客厅中间 看电视的小姑娘 当然了 吸引他的并不是姑娘本人 而是他脖上的 那几条横纹 海他娘一瞧 脸色顿时就不对了 你这丫头咋回事 家里来了客人 也不说起来打个招呼 听到老妈的训斥 那丫头才不情不愿地扭过头 可这一扭头 两个小年轻 忽然就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接着屋子里的气氛 瞬间就造了起来 原来 这丫头是小滇小学时期的同桌 名叫张美玲 他俩小时候可没少闹过别扭 现在 一个说对方是个坏总 一个说对方越长越讨人险 两人就这么叽叽喳喳地闹个没完 这一幕 直接就把老爷子和夫妻俩看待了 一时间 竟然没人赶上去插话 而这两个小年轻之所以见面就吵 还要从小学三年级说起 当时 两人闹了矛盾 张美玲一气之下 竟将钢笔戳进了小滇的脑门上 于是 这小滇一声鬼嚎就窜出了学校 他一路上大呼小叫 说张美玲给他开了票 也就从那时起 小滇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 但后来 这事终究是闹大了 学校勒令张美玲亲自上闻道歉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等他找到小滇时 这小子正在河里摸鱼 还让他快滚 不然就给他加个女流氓的罪名 得 这下他可算是明白了 这些子虚乌有的矛盾 分明就是小滇不想上学的借口罢了 如今多年过去 张美玲已经上了高三 且成绩优异 考个好大学 已是指日可待 而小滇呢 在他眼里 顶多就是个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的半文盲 话一出 小滇直接被对的哑口无言 当场熄了火 只得搭了着脑袋 钻到了滇三爷身旁 见小滇这丫头 还嘟囔个没完 他老爸也看不下去了 当场就开始数落的 没大没小 不懂礼貌 可一听到面前这些俩 竟然是老爸请来给他看一证的 小灵的语气 当时又高了三分 因为他才不会相信 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毕竟 自己在学校宿舍住了那么久 可没有人说过他曾经梦游什么的 小灵越说越气 直接摔门去 躲进了自己的屋子 看来这丫头 是完全不记得自己梦游的事情了 两口子没辙了 指得向丁三爷连连道歉 其实老爷子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喜欢听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可真正信的 却根本没有几个 老爷子看得开 也就没有计较 然后便开始打量起这座宅子来 只见屋子的房梁上 拴着一枚陈旧的吊梁钱 汉子说这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 盖了新房后就又绑了上去 估计也有不少年头了 老爷子闻言点了点头 转而开始打听起 小玲博上的横文来 说到这个 小玲的妈妈算是最早发现的 当时她还问了丫头的 可小玲说那不疼不痒 便以为是枕头个的 也就不了了之了 老爷子一听 心中顿时就有了数 但眼下时间还早 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事 所以老爷子就先行告辞 说去找村里的王铁锤去许酒 如果晚上那丫头再次梦游 就去喊的 另外就是 那藏着的两个纸人 莫要让丫头发现 两口子连连应试 然后便送着爷俩出了门 不知不觉一到半夜 而那丫头果然又出事了 于是那汉子便步力匆匆地 赶到了王铁锤家 一进门 他就发现 里面的两个老头子 正吵得不可开交 原来 点三爷虽然捉鬼的本事大 但奇艺属实不咋地 光是一盘奇 愣是被他毁来毁去 折腾了大白宿 所以现在 那王铁锤是死活不让他 再毁一个字 可一听到张家丫头的事 两个老头子 瞬间就安分了下来 纵然他们心有不甘 也只能约好 改日再站了 一回到张家院子 他们顿时就发现了 那个动作诡异的小姑娘 只见美玲那丫头背对着他们 拎着个柴刀 在柱子上很有规律地砍着 老爷子一看 巧声说了句果然如此 随后 点三爷指着柱子 让他们仔细看 他说美玲那丫头 实际砍的可不是柱子 而是他月光下的影子 而那个部位 正好就对应着他的脖子 一位妙龄少女 竟在半夜提刀梦游 难道是想砍一下 让他砍一刀的人吗 不不不 他其实是在砍自己的影子 确切来说 是在砍影子里的脖子不畏 一想到这丫头 后颈上出现的横纹 他的老妈直接就不淡定了 更是一脸焦急地 向颠三爷求助 老爷子摇摇头 示意他轻点 免得惊醒了 这梦游中的丫头 随后 他掏出一张震邪黄符 轻轻地贴在了美玲头顶 顿时一招奏效 只见美玲的身子忽然一颤 像是失去控制一样 瘫倒了下 好在他爸妈眼疾手快 赶忙上前一把扶住 将其抱进了堂屋 没过一会儿 这丫头就自己醒了 回一睁眼 他整个人都愣了 自己好好睡个觉 怎么就从卧室睡到了堂屋呢 还有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啥都围着自己看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的老妈赶忙解释 说你这孩子刚刚又在发一证 要不是颠三爷出手 还不知道 你要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一听经由此事 张美玲刹那间就清醒了过来 他开始有些相信 自己梦游的事情了 不然怎么可能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连换了个屋子都不知道 看情况差不多了 老爷子准备给他耗个脉 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可这一查 老爷子当场就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 这丫头的情况 是他预料之中 最不乐意看到的那一个 见到颠三爷面色不对 那两口子也跟着紧张起来 老爷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忍不住起身嘟囔一句 这事可有点难办呢 这话一出 那汉子登时就品出味来 他当即表示 酬劳啥的都不是问题 老爷子一听 直接尴尬了起来 没想到 自己刚刚想事情 竟然说了这么一句 容易招人误会的话 于是他赶忙解释 说自己说的难办 可不是酬劳的问题 而是想要治好丫头的病 得用点特殊的手段 眼下的情况是 美玲这丫头 已经被邪气侵蚀的太深 想要彻底驱除 还得指望一下金哲 具体来说 就是让金哲和这丫头 进行一灵 啥 这话一出 一污子的人都愣住了 一灵 岂不是代表着灵魂互换 或者说就是得交换身体 起料还不等两口子发话 小滇就急得跳脚 他嚷嚷着说 那张美玲讨厌得很 鬼才和他一灵 话没说完 老爷子的一个大逼都 就扇了过来 救命要紧 哪里轮到你来挑挑拣拣 而这一巴掌 不仅把小滇的脑瓜子 呼得嗡嗡的 还把身后一家三口 都震得瞳孔一缩 于是 这事也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敲顶了 汉子从家里搬来了两个方桌 放在了堂屋正中 并在桌子之间 架了一个堂子盆 随后 老爷子便让两个小年轻 按男左女右的方位 面对面坐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小滇虽然还是一脸的不乐意 但也指的老老实实的走了过去 可美玲这丫头不是怎的 梦有醒来后 竟然罕见得很少说话 按老爷子的吩咐 小滇一副驾轻就熟的模样 将大脚丫子直接往盆中一放 摆出了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但美玲却有些迟疑 看起来竟是害羞了 自觉搬回一城的小滇 当即不屑地说 我可没有娇气 健康得很 你爱放不放的 虽然这家伙的嘴是瓢了点 但好在结果是好的 见两个孩子都已经准备妥当 老爷子当即让汉子 去将那两个指人给拿过来 并按照性别 摆在两个桌子的正下方 随后 老爷子亲自去掩上了门 保险起见 甚至还在门上用烟带过 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的符文 那么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了 他让两个孩子 各自保持平躺姿势 准备一灵 至于这一灵的第一步 就是关闭电灯 只留烛光 妙灵少女夜半梦游 竟是遭到了邪碎入境 而且颠三爷给出的解决方案 居然是让这丫头 和他的孙子灵魂互换 进行一灵 这起步就是意味着 美灵的女儿身 将要住进一个男孩子的魂 而自己的魂 也要被换进那个坏耸的身上 但出人意料的是 或许是美灵这丫头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有些魂不守舍 她竟罕见的没有闹脾气 甚至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此刻 她红着脸和惊蛰 各自躺在方桌上 仅通过一盆水来 作为中间的一灵魅界 见实际一道 老爷子二话没说 就开始结印 并念起了 晦瑟傲口的一灵诀 刹那间 那两个指人头顶的烛光 便开始闪烁 接着便诡异地 渐渐变小 直指熄灭 与此同时 那在方桌上 平躺着的惊蛰和美灵 也都仿佛睡着了一半 黑暗中 只能听见 众人紧张的心跳声 可就在这时 离奇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蜡烛熄灭的 清烟上忽然一闪 就有一团火苗倒燃而下 重新将那蜡烛 给点了起来 这离谱的一幕 直接就惊得 两口子张大了嘴巴 丁三爷见状眉头一盏 也为他知道 两个孩子的一灵 已经完成了 随后 老爷子轻声呼喊 让他们慢慢醒来 一遇刚落 京哲和美灵 同时睁开了眼睛 还不约而同的坐了起来 如果所料没错 此刻控制美灵身体的 就是京哲这小子了 起料 这家伙一起身 竟摆出一副 欠打的小表情 哼了一声 似乎是有些得意 可这一幕 却把美灵吓坏了 怎么眼前出现了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 这话一出 两口子也被吓了一跳 百闻不如一见 没想到 这是在传闻中的 灵魂互换之术 还真给他们见到了 此刻 小巅很是不屑 说他们是大惊小怪 都说了是一灵了 肯定就是灵魂换了个身体呗 美灵一听 这才醒悟过来 她低头看着陌生的身体 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 见两个孩子一灵之后 并无异常反应 老爷子便让他们莫要乱动 免得不适应身体 摔下了镯子 她让美灵先操控 京哲的身体 把脚从盆里拿出来 然后便在里面丢了一粒雄黄 随后 她想确认一下 京哲是否还记得 之前教过的驱邪口诀 小巅扬眉一笑 对老爷子说 放心吧 门清 保险起见 老爷子还是让他 先在心里默念一遍 确认没问题后 再进行施展 小巅应了一声后 便按老爷子的说法 运行驱邪法诀 先将邪碎收进了丹田之中 然后再将其逼到脚底的 永泉穴驱逐出来 刹那间 那清澈的水盆里 忽然黑气弥漫 甚至还咕嘟咕嘟的 像是沸腾了一般 而那些黑气 在钻出来后 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四散而飞 飘得满屋子都是 老爷子见状咧嘴一笑 如此甚好 他来这邪气 已经被完全逼出来了 当然了 他并不担心 这玩意儿能逃掉 毕竟 刚刚融在盆里的那里 雄黄可不是闹着玩的 只见丹三爷 一把拽出降魔术 对着半空喊道 如今家宅 已被邪碎电燃 你既身为户宅之灵 就见那绑在房梁上的 吊梁前忽然无风自动 宛如陀螺一般转了起来 甚至还卷起了 一股小小的旋风 而那些飘散的邪气 也纷纷被吸得聚成了一团 老爷子哈哈大笑 这才对嘛 既然世世代代 享受人间烟火 禁任成灵 见家里人出了邪碎 自然就得管个用了 此刻 屋子里的邪气 已经消失一空 而那吊梁前 也静静地垂了下来 老爷子见状 大叫一声好 然后直接就将 手中的降魔杵甩了上去 只听哼的一声 那降魔杵不偏不倚 正好就穿过铜钱方孔 钉在了房梁上 太好了 终于搞定了 听着爷俩的欢呼声 原本一直惊骇不倚的 一家三口 也总算是稍稍地安了心 说到异性之间的灵魂互换 一些小伙伴 肯定会生出很多大胆的想法 但今天这事 却发生得有些不情不愿 因为 这被换了魂货的男女双方 可是互相看不惯 咋看咋讨厌 虽说灵魂互换的本身 是为了帮助美玲这丫头 驱除邪碎 可没想到 现在邪碎一除 小巅的肚子 反而不争气地闹腾起来 要知道 此刻小巅的身体里 可是住着美玲的魂魄 这事一出 小巅整个人都愣了 他想了半天 也没觉得自己 今天吃过什么坏东西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闹肚子呢 可时间不等人 美玲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他猛地窜了起来 踩着小碎步就往外跑 小巅当时就吓坏了 要糟要糟 被他这样一整 岂不是啥都看到了 想到这 他忽然像是丢了青白一般 仰头大豪 听得老爷子他们 嘴角直抽出 于是 在一通稀里哗啦之后 美玲终于回来了 他们一个气得浑身发抖 一个红着脸低头不语 这情况似乎已经 坐实了小巅的猜测 可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小巅炸毛 美玲那丫头 竟然先哭了起来 一时间 竟让人有些搞不清 究竟哪个才受了委屈 巅三爷看不下去了 只得赶紧督促他们 将魂给换回来 免得再生事端 好在回魂的事上没出岔子 也算是万事大吉了 小巅一醒 就着急忙慌地警告美玲 说今晚的事 打死都不能说出去 老爷子听了 吹胡子瞪眼的训斥 瞧您那小气的样 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这下 让吃了个大亏的小巅 彻底绷不住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巅三爷忽然怪好起来 瞧着他满头虚汗的样子 明显也是闹了肚子 这下 顶三爷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看来是今天中午 在王铁锤那吃的虾酱 炒鸡不对劲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王铁锤那老家伙 今晚也不会过得太安盛 好不容易熬到了日上三杆 一行人便将昨晚 一零食用过的纸人 拿在太阳下烧掉了 如此一来 这丫头中邪的事 也算是彻底解决了 两口子健壮 赶忙热情地 向顶三爷发出邀请 说什么也要让他留下来 吃一顿酒 至于小巅和美玲二人 直接就被强行赶出家门 让他们去外面溜达去了 而后 两口子才将 巅三爷请进了堂屋 开始打听起邪罪一事来 见没有外人 老爷子也不再隐瞒 他说 美玲丫头 是招惹到了无头念 一听这个名字 两口子顿时就下了一跳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无头念究竟是何物 但仅仅是无头两字 就听着玄乎 至于这无头念嘛 说白了 就是世人怨念宁吉而成 但由于生不出一个准确的脸来 故而把目光盯上了活人 而被这些怨念盯上的人 多半是上兴学俗鬼堂之人 所以 这丫头如今才会被这邪罪缠上 也正如他们所见 这丫头半夜起来看自己的影子 实际上就是无头念在取人魂手 好在发现得早 那丫头脖子上的横文不多 如果等着横文绕井一周 那一切就都完了 看着两口子惊骇不已的表情 老爷子笑着安慰 说这无头念终究是无根之物 如今已被灭杀 自然再无复生可能 尽可放心 不过说来也是幸运 美玲这丫头经过一灵后 也被荆泽给压食了魂 以后就更加不会被邪罪谨慎了 听到这里 两口子终于是喜笑扬盖 不知是有意无意 聊着聊着 美玲妈妈居然将话题 扯到了荆泽和庞村 一个姑娘订婚的事情上来 这事其实并不算是秘密 老爷子没有顾虑太多 便讲出了缘由 他说荆泽和那姑娘订的婚 可不是寻常意义的婚姻 而是一桩影婚 原因就是那姑娘到了七八岁了 还不能说话 所以为了帮忙 老爷子就带着刚满月的金哲 去订了这桩影婚之事 美玲妈妈眼睛一亮 当即说出了他打听到的消息 他听说那丫头在和金哲订亲后 不出三天就能开口叫娘 如今甚至成了县里的高考状元 俨然一种家雀变成金凤凰的架势 这样一看 这影婚果真是神奇的很 老爷子笑了笑 说这都是无奈之举 那丫头生来就带着尖口缸 不仅封着口舌也封了心智 而金哲这孩子也有着先天不足 那就是命里放个损字 不是长久的命相 所以这桩影婚 也算是逆天改命 不有注意 美玲妈妈听得乐呵呵的 竟不知怎的 忽然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 那就是 他想让美玲和金哲也定个影婚 这话一出 老爷子当时就愣了 就连美玲他爸 也猝不及防的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剧情差点把我整叫了 这位妈妈不知怎么想的 居然想让自己17岁的女儿美玲 和一个已经定了好几桩婚事的金哲 再结上一门亲事 这一天言论一出 当场就把美玲他爸给惊呆了 啥情况 这种大事都不和我商量的吗 同样震惊的 自然还有一旁坐着的颠三爷 他此刻一脸严肃的婉言相劝 说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金哲这孩子 和人家定的只是隐婚 本意也只是辟邪改命 并不一定要在成年后结婚 但里面还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隐婚双方18岁后 如果八字相合 就必须真真切切的完婚 所以此等大事不可儿戏 起料美玲妈妈一脸的不在乎 说天下哪有这样巧合的事情 万一到时候两人的八字真的对上 那金哲这孩子给他做女婿 也不是不谢 看着美玲妈妈自顾自的眉飞色舞 老爷子头都大了 思虑良久 颠三爷沉声说道 之所以给娃娃们定下隐婚 就是因为他们命里有缺子 以此来图个相互服饰 而美玲这孩子 现在不仅生的亭亭玉立 还聪明伶俐 前途无量 根根用不着走这一步 可一听这话 美玲妈妈赶忙摇摇头 她说美玲这丫头并非如此 实际上这孩子从小脾气就绝 到现在了还不怎么服管 还有就是 这丫头曾在三岁时 也为耍性子 竟然生生咬下了 奶奶手腕上的一块肉 如今再加上这几天的邪乎事 还能说这丫头没有问题呢 听到这些 颠三爷沉默了下去 他塌了口气 也为美玲妈妈说的没错 哪怕是刨开刚才说的邪乎事不说 单单这孩子的上兴学 属于鬼堂一事 就代表着他命里有损 考虑到这些 老爷子也就不再推辞 他让两口子再斟酌斟酌 可现在 美玲他爸一脸的朴色 虽然他有些不太情愿 但碍于老婆的眼神 便只能无奈地答应 于是 一只颖婚之约 便在双方的见证下拟定了下来 老爷子要来了美玲用过的红绳 然后将婚约折成童心模样 便算作礼成了 如今颖婚一定 两家人自然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亲家 所以 这不好好的摆上一桌 就更加说过去了 而此时 对这桩婚事毫不知情的两个小年轻 还真的是听了妈妈的话 跑来水部看大把来 美玲一脸的不情愿 说你要看快看吧 可对此本就毫无兴致的小巅 哪里在乎 再加上两人之间本就有些小矛盾 他直接吐槽道 有啥好看的 周遭就你们村最穷 心里没数 果然 这话一出 原本沉闷的气氛 当时就被点燃了 美玲都快气疯了 他骂陈经哲不是好歹 不爱看就赶紧回 小巅也不写反价 说要不是给你爸妈面子 就是八台大校去请 他都不会过来 既然如此 那还看个屁啊 美玲直接就气哼哼的准备回家 可没想到 小巅突然叫住了 原来他还是对昨晚的事情耿耿于怀 所以此时还是在警告美玲 不要多嘴 可这事儿不提还好 一提反倒是被美玲抓住了把柄 他让经哲以后 见到他要客气点 不然就把他没有心跳的事情抖出去 原来在昨晚经哲闹肚子时 美玲竟然偷偷地感受了一下他的心跳 当然 这一举动也算是鬼使神差了 因为美玲清晰记忆 这家伙小时候体检时 连医生都摸不着他的心跳 好家伙 这事一出 美玲在经哲口中就又多了一个心肌狗的外号 不知道是狡辩还是怎么的 小巅说自己的心脏长在右边 所以你肯定是摸错了地方 不会吧 竟有此事 美玲一纳闷 就准备伸手再来确认一下 这岂能让他得逞 小巅一巴掌就拍开了美玲的手 还是反问他昨晚拉肚子的事情 是不是故意装的 实际是在借机研究他的身体 美玲一听顿时就慌了 他才不会有那种龌龊的想法 而是真的只是顺手摸的 何小巅又怎会相信这个 况且他也根本不是个爱吃亏的主 他直接当面一个摔跤士 将美玲半倒在地 而他现在要做的 自然就是要摸回来 说着他大手一张 做出了一个经典手势 于是这河岸边便响起了一个女孩羞愤的尖叫声 当然了 里面还掺杂着一声怪物 原来虽然小巅确实是摸了回来 可手上却是带了财 他也没想到 这美玲的牙口居然这么好 但就在这时 美玲妈妈正巧赶了过来 准备喊他们回家吃饭 可一看到两人的脸都是红乎乎的 心中顿时有些纳闷 可两个孩子谁都不愿意说 都是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扭头便走 不过 美玲妈妈也只当是俩孩子闹了别扭 就没再追问 路上 她跟两个孩子说 等一会儿到家后 就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喜事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叫做 前不栽桑 后不栽柳 院中不栽鬼拍手 说的就是这房前屋后的重树机会 之所以房前不能栽桑 就是因为桑桑谐音 少不了出门见桑的机会 而房后不能栽柳 就是因为柳树不接子 亦产生身后骨子的外界 至于这鬼拍手 自然指的杨树 杨树之凡夜冒 风一吹就哗啦直响 因此就被人讹传为 是鬼在向人拍手 当然了 这个禁忌也就只有这一段 被人们广为熟知 但天天就在这个小山村的民俗文化中 却有着令人眉头一皱的后半句 那就是若见坟头长桑树 神仙也绕半里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人们对坟上之桑 有着如此的忌惮呢 那不妨就从这个例子讲起 这天在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 一片野草莓陆陆续续成熟了 村里的几个孩子便约好了 每隔几天就来这里吃一尝 可不巧的是 今天这个外号四眼的男孩 因为午休 错过了结伴行的机会 当他匆匆赶到时 这片野草莓中 也就只剩下一些生莓担子了 于是 他们就开始嘻嘻哈哈的闹腾了起来 但没人注意到 四眼在匆忙赶来的时候 不小心踩折了坟头的一颗桑苗 没过一会儿 原本晴朗的天空 忽然飘来大片乌云 看起来朴买得很 看来 要想不淋雨的话 得尽快找个地儿躲一躲了 可看着仍在闷头扒了的四眼 小伙伴们终究是有些不忍 他们准备将手里的草莓分一些出去 只是名头不太好听罢了 叫做接来之事 可没想到的是 那四眼忽然腾得一下站起身来 还死死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这一会儿 可把几个小伙伴吓坏了 小巅赶忙吩咐大家 将这家伙的胳膊拉开 可奇怪的是 拉开倒是拉开了 那四眼的手却是不听使唤 竟然又狠狠地挠向了自己的脸皮 怕那间 那脸上就出现了六道腥红血痕 没办法 小巅他们只得死死按住四眼 然后冒雨将他抬到了附近的堡草亭 此刻 四眼宛如湿的神志一般 低吼着连抓带凳 那力道竟让三个小伙子都有些按不住 再一看这家伙青黑的印堂 小巅顿时就平白过来 四眼这情况 恐怕是招惹到什么脏东西了 一听竟有此事 两个男孩都是一惊 就连四眼也忽然抬起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奇怪的是 他嘴巴张得老大 却偏偏说不出一个胡伦的字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小巅当即抄几一根树枝 绕着他们画了一个圈 然后再在另一边 也画出同样的一个圈 并不然了解 随后 小巅直接坐在其中脱下了鞋子 然后高举树枝开始抽打 他朝着四眼大鹤 你不要再折腾四眼了 有什么事都可以冲我来 少年只是不小心 踩折了坟头的一盒小脏苗 却转头就被脏东西上了身 若不是同情的几个小伙伴 及时出手 恐怕这家伙要被自己折腾死 而现在 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 跟爷爷学会一些处法的小巅 便一不容此地出手了 他在地上画了两个圈 随后便一边敲打着鞋子 一边大喊 他让那脏东西有什么事都冲自己 莫要伤害死 果然 这话一出 原本还在胡乱挣扎的四眼 忽然冷静了下来 可是 这变化也仅止于此 因为四眼看似不再挣扎 但身体却抖得厉害 看样子好像是极为愤怒 小巅见状 只得将其中一只鞋子翻了过来 开始念起道理点魂咒 咒声一落 就决一股无形波动 一窜而出 直奔小巅而去 与此同时 被上身的四眼忽然身体一软 往后瘫倒下去 这一电故 让没处理过这种情况的两个小伙伴 用些手术进 可偏偏此刻 小巅反而低着头 一眼不发 这刻就把小改他们挤坏了 但就在这一时 小巅忽然一抬头 露出了一睁一地的双眼 他咬着牙 让小改他们不要慌乱 只需将四眼抬出圈外 小改一听赶忙动手 将四眼抬到了崴角处 随后 小巅让他们莫要再折腾四眼 就让他好好躺会 剩下的就交给自己吧 说完 他就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他跟那个脏东西说 自己的身体不像四眼那样 有千斤之重 而且 你还可以用我的嘴说话 所以有什么话 一会儿赶紧说 讲完这些后 小巅当即念出了八字口诀 阴阳和气 许你上身 刹那间 小巅忽然就垂下了头 可就在下一步 他忽然仰头悲毫 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他说自己好恨 他苦等了九十年的东西 居然被这个戴眼镜的 小王八糕子给一脚踩断 这一顿哭嚎下来 可把小巅折腾坏了 他强忍疼痛 告诉那女子 说你要冷静一点 不要太过激动 自己的爷爷 能解两头之事 只要你能说出原委 我们能帮就帮 但如果你一直这样耍性子 那可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听到这话 那女子果然冷静了下来 他讲出了一个 骇人听闻的故事 他说自己本是此地的一名女子 在九十多年前遭歹人所害 还被一些手段 镇住了魂断绝轮回 所以他就只能盼着 自己的坟边能长一棵丧树 只要这棵丧树 能长出第七片叶子 那么自己就能以此生魂 进入轮回 可千不盖万不盖 自己不等九十年的机会 却葬送在了这个小东西手里 这话一出 也着实挺让人震惊 小巅皱着眉头 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 原来残害这名女子的 正是当地的土匪 刘黑七 让这个名字出来 小改他们无不害胆 因为刘黑七的大名 可谓是家喻不小 奶奶辈的人更是经常说 这刘黑七是个十足的大坏众 当年刘黑七横行山东 无恶不作 而这偏僻的老掌沟 也未逃过死劫 更是被连着糟蹋了三次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被手下的一位名叫贾诺的军师告知 此地藏有龙脉 于是 他们便用抢来的金子 铸成一颗六斤重的硬龙珠 想以此来吸纳此地的王气 而这名女子便被刘黑七他们掳走 用来堵住镇眼 在女子殒命之后 他们在其身上打下了一根铜钉 以此来困住猿魂 阻止轮回 自此 她的灵魂便在这黑暗的地下饱受煎熬 好在当地百姓品性纯粮 这些年来 每逢清明 就有好心人顺道给这座无名乌坟填上起仙土 他也因此时刻克制 让自己没有化为害人的立位 于是 在等了九十多年后 女子的坟头终于迎来生机 一棵小桑树再次生根发芽 眼见就要长足迷起片叶子 这突然到来的小皮骸居然将其一脚踩断 所以 这能让人不恨吗 听到这里 两名小伙伴眼神都变了 小改甚至还生气地锤了四眼一下 可凑巧的是 这一锤竟然把四眼给锤醒了过来 他一睁眼就懵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还被小伙伴们给捆住了 更离谱的是 自己的全身乃至喉咙都痛得厉害 难道是这些家伙做了什么坏事吗 说到刘黑期 我想各位山东的小伙伴们定然不会陌生 据传这次打架劫舍无恶不作 更是听信军师谗言 铸造金珠埋于龙穴之中 企图以此汲取王气 来着其中 他残害了一个名为春桃的姑娘 竟以同经镇魂 使其化为之眼 如今 九十多年过去 可怜的春桃姑娘饱受煎熬 终于等来了坟头的一棵小桑树 在他看来 只要等到这棵桑树生出第七片叶子 自己就能挣脱枷锁 得以生魂轮回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埋藏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希望 被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一脚踩断 难道是自己的命令终有此结吗 听闻此事后 小巅他们姑姑一份填应 痛骂刘黑期不是东西 当然了 对于葬送了别人轮回希望的四眼 他们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只是如今 这无心之过已成事实 春桃生魂的希望 也就更加渺茫了 但小巅却信誓旦旦的告诉他 还有办法 他说只要春桃还记得 自己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那么他就可以让爷爷 扎一个纸幅图 以另一种方式将其送往恩惠 这话一出 春桃虽然对颠三爷的本事赞叹回顾 但却仍然是惆怅的叹了口气 因为他早就孤注一掷 将自己的妻魄化为了魂界 换句话说 就是除了那棵桑树外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生魂之选了 不过 过去是刚刚这段经历 让他看到了几个孩子的真性情 春桃忽然释怀了 他只当自己该有一番无可逃避的海尔杰 也为自己先前的鲁莽行为 向四眼道歉 虽然他看似乐观 但这番话却让几个孩子的心灵沉重无名 突然 小改像是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一边念叨着桑树 一边跑了出去 看来 小改是准备看一下 那棵小桑树 是否还有拯救之机了吧 小改冒着大雨 赶到了那座孤零零的坟头 一眼就看到了 那棵折断倒地的小桑树 当他看到那棵小桑树并未彻底断开时 心中不由一喜 他想都没想 直接掏出一个塑料袋 撕成小天 然后将其包扎了进来 您还别说 当包扎完毕大眼一看 还真是相不相应 随后 他匆忙赶回了茅草亭 并将这一喜讯告知了大家 原来 小改这孩子从小 就在自家果园里 跟着爸妈学嫁接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棵小桑树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附身在小巅身上的春桃 温言一愣 当即闭目仔细地感应了一看 果然 他已经感觉到 那寄托在桑树上的破 已经在缓慢恢复了 春桃喜惊而尽 对着小改连连道谢 这样一来 原本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愧疚与不安 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随后 小巅他们商量好 准备在春桃生魂的当天 前来送请 对此 春桃感激不已 不过他却说 要等到长出第八片叶子的晚上 并且他还嘱咐几人 要在亥市赶来 顺便再带把铁签 说完 他便准备离开小巅的身体 毕竟 他也不希望小巅 因此死套过多的氧气 小巅点了点头 按照之前隐魂的法子 倒着来了一命 那春桃的魂 便顺利离开了 此刻 他虽然欣喜 但却浑身乏力 就连骨头缝里 都充斥着一股寒意 当然了 先前被折腾了一顿的四眼 更是深有同感 随后的几天里 在小改的精心照料下 那棵小桑树终于是活了下来 而且也不负重磅 长出了第八片叶子 那么今晚 就是送春桃生魂的时间了 于是几个小伙伴当即约好 他们准备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相聚与此 来送春桃最后一程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与春桃约好的深夜 而今晚 就是这位寒恨百年的姑娘生魂之日 几个小伙伴扛着铁仙 在晚上十点赶到了春桃的坟边 看着坟前的那棵小桑树依然茁壮 大家便知道今晚的事情 算是稳的 精者点燃了三炷香 并插在了桑树旁 他带着大家向春桃道别 可他话音刚落 一阵风忽然刮过 那棵小桑树的叶子竟然折断了 这一幕顿时吓了几人一跳 可那诡异的情况却并未停下 只见那棵桑树上为数不多的叶子 纷纷折断坠落 只留下了顶端的一片心眼 这下小伙伴可就慌了 咋回事 难道是出了变故吗 精者皱着眉头 同样很是纳闷 他看了半天 才明白其中含义 怪不得春桃说 要等桑树长出第八片叶子再生魂 原来是想给他留下一片 免得桑苗因此枯萎 这么一看 春桃还是挺好的一个姑娘 想到这 精者掏出了一打黄纸 在一旁点燃了 他想用这烟气 来助春桃最后一程 就在这时 那飘散的烟气 忽然在半空 凝出了一个娇俏的面庞 他向精者几人连连致谢 看来 这就是春桃姑娘生前的模样 他说想在自己离开前 告诉他们几个秘密 那就是 自己坟头的东南西北方向 一丈远处 都埋着几个用来施法的银员 是当时刘黑期的军师甲武埋下的 如今 这些就算做谢礼送一大驾 听到这 小改才终于恍然大悟 怪不得当时 春桃让他们带一把铁仙过来 原来是准备干这个的呀 春桃笑了笑 又告诉了他们第二个秘密 那就是 关于当年埋在此地的巨龙珠 一听到是 那个足有六斤重的黄金疙瘩 几个小伙伴顿时来了兴致 可春桃却并不记得 具体的埋藏范位 他只听来了一句藏宝诀 那个口诀就是 精子当空照石谷 神龙张目又厚土 东一山海巨王气 以学妥当顶其路 这种口诀 可万万不能记错 精者赶忙让四眼 将其存到手机上 免得倒是忘了 见识已妥当 春桃就不打算久留了 他向几个孩子再次道谢 随后便散于无形 精者见状 也赶忙撒出了一打指钱 希望春桃的西行之路 顺风顺水 望着指钱 随风飞向高空 他们便知道 春桃真的走了 既然他给咱们留了礼物 咱就别客气了 直接开挖吧 几个小伙伴主意一定 便寻着方位走出了一丈远 准备下场开挖 普多时 便传来了一声金铁撞击之音 小改赶忙扒开泥土 从中捧出了六枚银元 几个小伙伴顿时就高兴坏了 这么大的银元 他们还是头一次进 精者拿了一枚仔细查看 才发现这些银元 赫然就是预料之中的原大头 他还学着电视上的模样 对着银元猛的一追 然后迅速放在耳旁 还真就听到了一声窄音 看来真是寻到了宝贝 几个小伙伴干尽十足 当即按照春桃所说 将其他三个方位的银元都给挖了出来 而那银元的数量 不多不少 刚好二十四枚 对此 精者提议将这些宝贝进行均分 一人六个 大家也都没有意义 美滋滋地将它们藏在了口袋里 他们甚至还达成了墨迹 要将今晚的事情 当成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接下来 就是那个更大的宝贝了 几人开始琢磨着 如何去找到那颗 足有六斤重的巨龙柱 可是 一想到那几句不明意义的藏宝诀 几人纷纷犯了难 学问最高的四眼 还特意读了一遍 却仍旧一无所获 难道说 这口诀中的石骨 是指东沟碎石滩上的那块大青石吗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大人们好像都把它叫做青石骨 精者一听 觉得挺有道理 只不过 目前仅仅算是找到了一个线索 对于寻宝而言明显不够 不然 他瞳孔一亮 因为他想起了一位 自称考古学家的漂亮姐姐 于是 在小伙伴们的惊呼声中 精者准备连夜给那位姐姐 打个电话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那位刚进山区 没几天就被颠三爷匆忙赶走的外国姑娘 在当时 这姑娘张口闭口就是大木 让老爷子警惕飞上 殊不知 虽然在明面上 李珠姑娘确实搭车离开了村子 但实际上 她却又绕了个大圈溜了回来 而且这次 她还带了一个男性同伙 此刻 两人的面前正处着一个硕大的炉子 里面还咕咕嘟嘟的冒着热气 炉子里的水都是从附近乡间的河中取来的 只不过煮了这么多灰 他们却都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线索 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 李珠的电话忽然响了 一看竟是精者打来的 他赶忙换上一副欣喜的语气 打了声招呼 简短的调侃打去后 精者问的是否还在县城 为了避嫌 李珠当即现编了一个幌子 说自己已经回了美国 对此精者并不在意 而是说出了自己今夜来电的原因 一听到有山里的藏宝暗语 李珠顿时来了兴趣 随后精者便将电话递给了四眼 让他将那首诗读给李珠听 只不过在听到这四句 不仅不像诗 还莫名其妙的暗语之后 李珠也是那了门 而精者那边更是着急忙慌的 夺回手机跟李珠说 如果他能将暗语分析出来 那么到时找到宝贝之后 可以算他一份 听到这话 李珠有些啼笑皆非 不过他却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解 将分析讲了出来 那就是暗语中开头的那个精字 他虽然不明白意思 但单从文字来看 应该可以将之拆分 看成是三个太阳 可实际上 三个太阳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那么这个情况 会不会就和冤狐中 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方位 出现的三个月亮类似呢 一听到这话 精者顿时恍然大悟 更是激动地对李珠连连夸赞 同时 他还将自己小伙伴们分析的 青石谷仪式说了出来 听到青石谷 李珠明显一愣 他事已惊折 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将那块大石头 拍张照片发过去 好让他进一步帮忙分析谜题 随后 他便找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此刻 李珠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不敢相信 这一个小小的山沟沟里 竟然藏了这么多的秘密 一旁的小伙子有些诧异 难道是李珠那里 有了新的进展了 其实这也并不算是什么进展 因为李珠前几天 逛了一趟县城的图书馆 他在其中找到一条记载 说这个下三里村 在从前并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叫做青石谷 所以他认为 这番改名 芭城是想隐藏什么秘密 不过如今能有这些进展 这也多亏了 金哲他们的雪中送他们 而被挂了电话的金哲这边 几个小伙伴 已经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他们也没想到 金哲所说的考古学家 还真是有些学问 金哲文言有些得意 虽然那位姐姐看起来 在到处找目 但现在大家所做的 却也是有些差不多的 不过不同的是 他们找的是土匪头子 刘黑漆藏下的脏物 所以这应该不伤天和吧 说起那位大姐姐 其实这几个小伙伴们 也都见过一面 不过说来也怪 那位大姐姐真是大方的很 自己家里只是管了他几顿饭 人家就送出一部崭新的手机 真是个大大的好人 一听到新手机几个字 几个小伙伴们 像是看到了西齐宝贝一般 再次围着金哲争强起来 没料金哲这家伙 再次耍起了老把戏 直接将手机塞进了嘴里 这下可就把几个小伙伴 隔应坏了 他们纷纷无语的 朝家里走去 不过在第二天一早 几人就再次扎堆跑了出来 这次他们来到了 那块大青石那里 按照约定 他们准备给这个石头拍张照 然后发给李珠瞧一瞧 只是一想到石谷的名字 金哲就有些纳闷 他握着拳头捶了捶 却怎么也听不着声响 一旁的小伙伴见状 赶忙圈的收手 说着青石谷有个说法 就是莫要用脚踩 一踩就等同于踩着祖宗们的腰杆子 会遭天谴的 金哲闻言翻了个白眼 谁家没事干来踩这么大一块石头 脑子有泡吗 说着他抬头望了望天上的太阳 似乎也并没发现什么三个太阳的情况 无奈之下 他指的围着大青石来了个360度特写 一旁的四眼好心提醒 说按时差来算 美国那边还在晚上 现在发过去会不会扰了专家的美梦 可金哲显然不在乎这些 直接拍完就发了过去 奇怪的是 没过一会儿 李珠就回了消息 他告诉几人说 这块石头并无特别之处 应该只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山石而已 随后 李珠问他们的所处方位 是否是在河滩之上 金哲赶忙否认 说自己这里可是半山腰 就算再怎么下雨 也不可能变成河滩 这么一说 李珠就好奇了起来 因为那块青石下方 布满了颗粒均匀的小石子 这就很不正常了 荆州文言 专门抓起了一把石子 拍了特写给他干 李珠一瞧便分析出 这是被打碎的花岗岩 再结合几人的所处方位 他已经推断出来 这是一处风水宝地 换言来说 这里应该有一座大墓 而且这些石子 就是为了防盗而做的风土 一听到墓字 荆州顿时就不干了 真叫他们去挖墓 他爷爷知道了 还不扒了他的皮 李珠听得哈哈大笑 他说这并不是怂恿几人盗目 而是普及一些考古的知识 随后 他让荆州将那块大青石 敲下来一块看看断面 然后帮他们多分析一点情况 荆州这下可是真的惊了 这大姐咋就不闲事大了 这石头光彩一脚 就是戳祖辈的腰杆子了 要是敲一块下来 那还用想是什么后果吗 此言一出 倒是换李珠听不明白了 而荆州也不管对方明不明白 直接挂了电话 因为李珠出的主意 他确实不敢想 不过眼下没了线索 那宝贝的事情就得从长进一了 想到这里 他们便准备回家 当然了 小巅也是提议大家 顺道去水库里游个泳 就当是凉快一会儿了 自从荆州他们婉拒了 李珠姑娘的建议后 寻宝计划便再也没有什么进展 随后也就渐渐搁置了下来 当然了 李珠姑娘送的手机 可是被金珠充分的利用了下来 他不仅不听话的下了某个农药 还和小伙伴们一起躲在路灯下开黑 然而 就在他们玩得正攒劲的时候 一个外村的大哥突然来到一旁问路 一听到这人是找颠三爷的 几个小娃娃皆是一乐 因为一般来说 外人找上颠三爷 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一些寻常手段 解决不了的事情 更何况 还是这种摸黑造访的 没办法 金珠只得亲自演着那位大哥回了家 原来这位大哥是西边丁家寨的人 他有个七岁的女儿 名叫彩云 那丫头一大早吃完饭就出去完了 直到天黑都没回来 一家人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所以才在邻居的提醒下 想请颠三爷给算上一算 一听到是小娃娃走丢的事情 颠三爷也有点紧张 难道他们就没有让派出所帮个忙吗 起料 那大哥连连摇头 因为从派出所那边的消息来看 今天整个镇子上已经走丢了三个娃娃 而且还是不同村的 派出所也派了人过来帮忙 可仍旧是一无所获 所以不得已之下 他才找到了颠三爷 听到这话 颠三爷眉头皱了起来 他没再多聊 而是直接问那大哥 有没有带一些那丫头用过的东西来 那大哥一听 赶忙就开始嘈吐 因为来之前 有经验的邻居特意给他提过信 他带来的是一把梳子 那是孩他妈一直给丫头梳头的那把 老爷子点了点头 他找到了在书尺之间卡着的一根发丝 他将其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 然后便吩咐经哲去弄一碗井水过来 在确认了那丫头的名字后 老爷子将那根头发丢进了碗里 随后便开始念起口诀 只见他大手一张 在碗的上方虚按了一下 刹那间 那根发丝就如同触电一般 刷的一下站的笔直 刹到这一幕 那大哥吓得疼的一下站起了身子 不过 老爷子却安慰他 说从这发丝的反应来看 他家丫头并无性命之忧 听到这话 那大哥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搓着手 希望颠三爷废个心 再帮忙算一下丫头的方位 老爷子没有拒绝 而是直接拿了一张黄纸 要了那丫头的生辰八字 并将他们写在了四个格子上 随后 他让那汉子在黄纸中间的圈里 按个血手印 那大哥文言 自然是赶忙照做了 不过 这种寻人之法并不适宜有人旁观 所以老爷子便委婉地 将那大哥给劝了回去 说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那大哥听了连连点头 还递出了一个红包 说是给颠三爷留着打酒喝 颠三爷摇了摇头 说自己只会在治病去灾室 才会收起好处 当时关人命 则是分文不许 在送头来之后 颠三爷直接关了院门上了栓 甚至连堂屋门也给关得严严实实 也为他准备通过这根头发 来招魂上身 当然了 这种招魂 只是将那丫头三魂之一的绝魂 给招过来 以此锁定位置 奇料京哲这家伙嘴巴太见 竟然问了一句 这招魂是准备上谁的身 老爷子一听 当场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说 不上你的身还能上谁的身 我不像你 身上又没有孤管 挨了一顿训斥的京哲 这才撅着嘴 不情不愿地脱了上衣 在京哲坐下后 老爷子便在那张写了八字的黄纸下 点了一个香 不多时 那暗有血手印的地方 就被烤出了一个大洞 随后 老爷子便示意京哲 让他将这张黄纸按在心口 准备招呼姑瓜出去干活 京哲撅着嘴 嘟闹不已 因为这种根本没有方位 也没有距离的目标 就连姑瓜都不怎么乐意去找 可眼下情势所迫 他也不得不听命照做 这片山村出大问题了 短短半个多月 这周遭就发生了七八起 骇人听闻的诡异之事 而在今天 更是接连走丢了三个孩子 而且还是不同村的 这种愈发频繁 且越来越严重的事件 让颠三爷的内心更加不安 此刻 他应承下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帮邻村一户人家 算一下女儿的位置 所以 京哲体内的姑瓜 就派上了用场 可奇怪的是 在姑瓜传回的感应中 京哲发现 这女孩的三魂极其虚弱 甚至不及常人的意外 颠三爷有些吃惊 胆忙吩咐的 不要引那女孩出生 只凭借姑瓜之力 通过女孩的眼睛 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 京哲答应了一声 再次抓紧了手里的 那张八字皇符 然而 他刚一催动 就被一股隔空而来的怪力 当场掀翻 颠三爷大惊之下 赶忙将京哲扶了起来 关切地询问他 发生了何事 见到京哲说不出话 老爷子一咬牙 直接就将那张皇符扯了下来 直到这时 京哲才猛地作气 他稀有余悸的大喊 那感觉差点把他冻死 在颠三爷的疑问声中 京哲告诉他 那小姑娘现在浑身冰凉 要知道 现在可是大热天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随后 他还描述了更加离奇的怪事 那就是姑瓜之力 刚一发动 就被某种外力强行中断 老爷子文言皱起了没 难道在视觉上 也没有发现了 听到这话 京哲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 他从视觉上获知的内容 更是少得离谱 他感觉 那小姑娘 好像是一直在抬着头看天 或者就是一直在仰面躺着 而且 那眼睛好像根本就没有眨过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月亮看 而这还是其次 更关键的是 那女孩所看到的月亮 是血红色的 一听这话 颠三爷的眼睛顿时瞪得老大 只见他缓缓地站起了身 看那表情 似乎是发现了一件 极为可怕的事情 随后 他二话没说 就打开了一个 藏在暗处 还锁了几道的木盒子 里面 是一个花色玉佩 这个玉佩经哲认识 因为这正是那个 被他启名为黄脸猴子的稀罕宝贝 在平时 爷爷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 颠三爷并未解释 而是让他好好记住下面说的话 那就是 他要经哲 现在就出门前往镇子上的派出所 且在路上 一定要握紧黄脸猴子墨松手 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等到了派出所 就说自己走丢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然后想方设法赖在那里一晚上 且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 如果在天亮前 他去了派出所找经哲 且这黄脸猴子没有变色 那就代表一切太平 如果经哲一直等到天亮 都没有发现自己去找的 而那黄脸猴子的脸 还变成了蓝色 那就不要久留 直接去洋庄的大集上 看铁匠打铁 到了那时 经哲只需要留意 那个平日里 在集上讨吃讨喝的郑哑巴 会不会主动找的 如果找了 且嘴里还念念有词 那就仔细听好 听那哑巴念叨的 是不是周世欢 如果是的话 那就别吭声 直接跟那哑巴走 到时 自然会有人接应他 一连串说了这么多 经哲已经听蒙了 他虽然已经记了下来 可还是被爷爷的 这种模样吓了一跳 他有些担心 这里是不是发生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然而 爷爷并未解释 而是将那黄脸猴子 朝经哲怀里按了按 然后又拍了拍经哲的脑袋 似乎是在为他 多添一些保护 随后 老爷子就一把 将经哲推了出去 他让经哲现在就出发 莫要顾了时辰 满腹疑虑的经哲 再次担心地询问爷爷 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可颠三爷仍旧是不愿多说 一个劲地催他快走 还说只要经哲 按照刚刚说的做 就是帮了爷爷一个大忙 无奈之下 经哲指的一眼跑了出去 没过多久 他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而老爷子这边 则是默默地关上了门 他将两个指人 端端正正地放在床上 然后便关了灯 因为他也要出去一趟 临走前 老爷子失神地望着前方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东西 片刻后 他便猛地转身 一头扎进了夜色里 万万没想到 三个不同村的小孩 在同天走丢的事情 竟然牵扯到了一轮血红色的月亮 得知这一消息的 颠三爷惊得站起身来 甚至还破天荒地 让经哲连夜出村 去镇上的派出所待着 这种罕见的举动 让经哲有些担忧 他能感觉到 爷爷的脸上 隐隐流露出京剧之色 于是当经哲匆匆离开后 老爷子也一头扎入了黑夜之中 今晚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老爷子知道 经哲所说的血色月亮究竟是什么 也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所以他就摸黑赶到了一块大青石附近 如果经哲看到了这块石头 那么他定然就会想起 这正是他们不久前 才特意调查过的青石谷 然而 颠三爷此刻却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就是循着血月的线索赶来的 可为何眼前却是一片平静呢 难道说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能在今晚看到红色的月亮 觉得不对劲的老爷子细细感知了一下 瞬间就发现了古怪之处 因为不远处的一棵大树气息反常 竟散发出阵阵阴寒之气 老爷子定睛一瞧 才发现树盖上被人削去了一块树皮 上面似乎还有个鬼画符 看到这里 颠三爷猛然一惊 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阵眼 不出所料 没多久 他就在附近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可怖的木桩 如果所料不错 这正是助阵木偶 只是 这种形制的木偶 就连见多识广的老爷子都觉得有些陌生 好在 破阵之法往往都是大同小异的 只见老爷子抓着木偶脑袋 直接来了个180度旋转 下一刻 那青石骨上就出现了一桩 果然就是个障眼法 老爷子没在理会阵眼 而是向那大青石望去 然而 当他看清那上面所站之人时 面色陡然阴传了下来 竟然是他 这丫头明看着是离开了村子 没想到竟然偷偷藏了起来 想着想着 老爷子忽然看到了青石上躺着的三个身影 这 这不就是三个走丢的小娃娃吗 老爷子惊骇之下正欲上前 可却发现 李珠忽然看向了月亮 颠三爷一正 也跟着瞧了一眼 这一看 也让他猜到了李珠的盘子 这女人 恐怕就是在等月亮变红的那一个 想到这 老爷子再也忍不住了 他直接掏出降魔杵一个剑步 就冲了出去 此刻 老爷子怒不可遏 他老远就朝着李珠大贺 让他赶快滚下来 你这女娃果然是来之不善 你要是让那三个小娃娃 有个半点好歹 我就活泼了你 突然出现的颠三爷 让李珠有些猝不及防 他尖叫着让老爷子莫要冲动 而在下一刻 李珠又看向老爷子身后 大喊着不要下死手 老爷子登时一惊 赶忙转头 顿时就发现 一个黑人从天而降 还举着一把铁纸直批而来 好在 老爷子的降魔杵 也不是吃素的 他直接将杵当面一横 不仅打出了铁纸 还借励将那黑人给掀了出去 而他没想到 那黑人连口气都不带喘 转瞬之间就又攻了上来 不得已下 老爷子也只得迟出反击 一阵激烈的对拼之后 两人总算是隔开杖许对峙起来 而李珠此刻的嗓子都快哑了 他一脸惊慌的朝二人喊道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此时的老爷子气喘吁吁 他也没想到 眼前的黑人 竟然能隐藏杀气 跟到他的身后 而且力道还大的出奇 还算是有点本事 然而 铁三爷却越发觉得 眼前的身形有些眼熟 忽然 老爷子一正 他试探着喊了一声 张老师 那个女人又回来了 这次还抓了三个小孩 铁三爷怒不可遏 他没想到这李珠 竟然贼心不死 明面上做足了 离开的样子 可暗中 却又悄悄地摸了回来 可他当准备上前制服李珠 身后就突然 窜出了一个黑衣怪人 那人 手持铁屎 力道奇大 几轮对攻下来 震得老爷子右手发麻 不过即便他穿着黑衣 还戴着面具 却还是被 铁三爷瞧出了来历 那就是在村里支教的 青年大学生 小张老师 果然 在听到老爷子 当面点破后 那黑衣人明显一正 然后就无奈地摘下了面罩 直言老爷子 目光入聚 他眼下并不是审问缓解 因为还有三个小娃娃 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 老爷子当即质问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听到这话 小张老师叹了口气 他望着轻石上的李珠 喊了声前辈 询问该如何回答 只见李珠一盏笑颜 劝老爷子不要误会 他说自己此行 只是为了研究风水 老爷子一听 当即破口大骂 少放屁 你去那三个娃娃干嘛 李珠不以为意 而是悠悠地说 他怀疑这个地方 有个古老的诅咒 想要在今晚帮个忙 将之破解 这种狗屁不通的解释 听得老爷子火冒三丈 他当场呵斥 让他赶紧滚下来 可李珠对此 根本不屑一顾 而是转头去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随后 他问颠三爷 是否听过一个暗语 叫做 经自天灯照十股 十股蹭红鬼石土 老爷子闻言一惊 额头上竟然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看样子 这个暗语他是知道的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第三个月亮出现了 和另外两个一样 都带着一股赤红之色 李珠知道 下一个环节 就是等待三个月亮 变成同样大小了 一旁的小张老师 似乎是明知故问 他提着嗓门大声询问 前辈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天上哪来的三个月亮 而李珠的回答 也似乎是一有所指 他说这是其他位置 看不到的景象 说完这个 他又看向了颠三爷 这个秘密 三爷您早就知道了 对此 老爷子一言不发 而是冷冷地盯着他 李珠并不意外 而是一位深长地感叹着 这片土地可真有意思 无论地名还是传说 都是层层掩饰 像是一盘精心布置的棋局 至于冤湖上的那三个月影 想来也是障眼法的一部分 老爷子仍旧是一言不发 但眼中已经隐有怒语 可一旁的小张老师 再一次大声问道 冤湖里竟没有真材实料 真是害我一通折腾 听完这话 老爷子终于是忍不住了 他劝李珠 要对这片土地心存敬畏 莫要凭着随便听来的一句老话 就开始瞎琢磨 可李珠不仅没当回事 反而是兴奋了起来 他说这通瞎琢磨下来 就发现这句老话越来越靠谱 因为他发现 经这个字还有另一种一体写法 是由三个月字组成的 说完 他再次看了看天上的三轮血月 说着一切都说得通了 随后 他有些得意的询问颠三爷 想不想听一下他 对于这块大清石的研究成果 当然了 那小张老师又来插嘴了 他笑着反问 这种机密也要讲出来了 李珠恍若未闻 直接搬出了限制老话的下半句 石骨蹭红鬼石头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青石骨会在特定时间发出响声 进而引出地狱里的鬼魂呢 也就是说 这块大清石就是阴阳两界的关口 鬼门关 老爷子静静听着 仍旧是沉默不已 李珠笑了笑 说自己还听过另外一个版本 叫做神龙张目又厚土 而这句话又似乎将这块石头 说成了类似龙外的祥瑞之物 当然了 这句话可是经哲告诉他的 听到这话 老爷子真是不淡定的 他也没想到 这句话竟然能从经哲的口中传出 见到丁三爷震惊的表情 李珠娇笑更甚 还补充说 这是经哲几个小伙伴之间的小秘密 而丁三爷更是听得一脸怒涩 心里更是早把这熊孩子 问候了不是多少遍 不过眼下可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老爷子怒声发问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这次 李珠也没再绕弯 直接说出了他的目的 那就是想要用这三个小朋友 来检验一下这块大清石 究竟是正是鞋 丁三爷眉头一皱 你要用什么手段来验 可李珠此刻却不再解释了 反而让老爷子稍安勿躁 只需等待天上的月亮完成排列 就能得见分响 而现在就只差一点点了 见到李珠毫无防备的转过身去 老爷子当时暴起 抓起降魔杵就跳了起来 这一举动 惊得小张老师大呼小叫 他赶忙捏了个指法 发动了蛇腹之术 刹那间老爷子就觉得背后有些异样 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条巨大的青蛇就一窜而出 缠住了他的身体 这下无法借力的丁三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跌回地面 心中更是充满了不甘 直到此时 李珠才慢悠悠地转过身 略有惋惜地感叹 老爷子为何要做这无谓之举 片刻后 丁三爷挣扎着站起身来 质问小张老师 何时在他身上中的俘虏 对此小张老师显然有些得意 他说在方才对弓之时 机会多的是 可没想到 三爷竟然一直没有察觉 还真是令人失望 说完 老爷子呼绝手外一劫 接着 那条大青蛇就直接扑了过来 也就在这一刻 丁三爷才看清 在那青蛇的额头上 竟有一个熟悉的三八纹 老爷子生气了 也为他看到了 蛇头上熟悉的三八纹 这么说来 先前村里发生的 这些邪碎作乱之事 都是这两人干的 小张老师一听 直接毫不避讳的连连点头 还称赞老爷子 欣喜如发 无论是顺子家树上的 那个肥瘦怪虫 还是冤狐狸 骇人性命的六木银鱼 都和眼前之人脱不开干系 听着老爷子的分析 小张老师显得越发得意起来 这让丁三爷气得直飙粗口 您娘的 起料 小张不以为意 反而告知了丁三爷 另一桩不为人知的迷信 他看了一眼李珠 说自己曾经也想效仿前辈 所以在之前 他也物色过一个目标小孩 说到这里 他笑着让丁三爷猜猜 那个目标究竟是谁 见到老爷子铁青着脸不说话 小张咧嘴一笑 说那目标 就是那位对他照顾有家的 无奶奶的孙娃娃 强在 听到这个 丁三爷眼珠子都等大了 真是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尽是干些恩将仇报的事情 可小张显然还没说完 他说自己在冤狐 驱使鲜鱼 吞噬小孩的事情太过显眼 对前辈批评了一顿 所以他才在后面有所收敛 后来 他每次去给那孩子补课时 都会晚一会儿回宫期 因为这玄机就在棋子之中 那些棋子是屠了妻的人骨 经他施加骤炎之后 便可以缓慢地吸收 接触之人的圆魂 说到这里 老爷子也自言自语起来 因为他去无奶奶家里时 也听说过此事 所以就让那孩子留个心 在下一次和张老师下棋时 偷偷留下一枚棋子 可没想到自那之后 小张老师就再也没有去过 提到这个 小张面色有些难看 他咬牙切实地说起了 自己遇到坠儿的事情 说那坠儿将他的棋子 全部吞掉了 还和他恶战了好几个回合 听到这里 老爷子恍然大悟 怪不得无奶奶 给这家伙缝红布的时候 会扎到手 原来是神明在想他事情 想到这里 老爷子望向李珠 所以你们这次 就直接抓了三个娃娃 去准备搞那什么三生童子了 李珠娇笑着回应 说这都是为了戒魂和还魂的方便 免得中间出些岔子 他掳来三个孩子 只是将他们的原魂 聚集到中间的木偶之中 等天上的三轮血月 到达某个位置后 就可以借由木偶 来判断这块大青石的正邪了 老爷子一听 当即破口大骂 这分明就是戒魂 搞不好就会弄出人命 你们还敢说这是做游戏 其料 李珠对此毫不在意 还说自己在这方面很拿手 劝老爷子放心 小张更是一脸挑衅的 指责老爷子的态度有问题 说三爷应该感谢前辈的良苦用心 因为到时候 可全凭这块大青石发生奇迹 来帮孩子们化解风险 边三爷听得怒法冲冠 说那大青石 本就只是从山上滚下来的普通石头 哪来这么多神神叨叨的说法 我劝你们最好赶紧收手 听了这个 小张有些不乐意了 他让老爷子闭嘴 否则没有好果子是 一看气氛不对 李珠直呼小张本名 高木君把握分寸不要乱来 此刻 他只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任务 并不想节外生智 小张一听面色大变 他也毫不顾忌地看着李珠 说前辈 您是夺舍这女人的身体来执行的任务 可不像我 是以本相前来 况且 这老头知道的东西太多 总不能将我这座下属的安危置之不顾吧 李珠沉思了片刻 终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 他希望高木能将此事做干净些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老爷子从这番话里听出味来 他一脸阴沉的贺文二人 究竟属于什么组织 而得了应允的高木 此刻可就毫无顾忌了 看着眼前的将死之人 他没在隐瞒 点出了自己窝国阴阳直视的身份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前来破坏龙脉 听到这里 变三银片色大变 一股血脉之力 似乎就要觉醒 可下一刻 那高木就双手一握 发动了蛇腹脚斩之术 刹那边 老爷子只觉得胸口一紧 接着就是咔咔咔的骨头断裂之声 没一会儿 变三爷的整个胸腔都凹陷了下去 眼看就要不活了 可是 当那条菜蛇勒紧的那一刻 整个变三爷忽然消失无踪 原地只飘起了一张薄薄的纸片人 糟了 是体身术 高木和李珠顿时大惊 匆忙向四周张望 突然 李珠尖叫着让高木注意左边 高木恍然一愣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一道黑影迎面砸来 他整个人就飞了起来 好家伙 原来是精折来了 这一记鼎膝可谓是结结实实 直接就将高木砸在了大清石上 当高木掉落地面 蜷缩成一团时 他的蹊跷之中 一开始冒出烟红的血迹 这么一看 就算是不死 也应该惨废了 突然出现的精折 不仅让李珠大惊失色 也把躲在树丛中的 颠三爷吓得站了起来 这小子 不是让他去派出所了吗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奇料精折这家伙忽然一回头 盯着爷爷就毫了起来 甚至还带着呼枪 他大呼救命 还一把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只见精折的肚皮上 赫然是一个娃娃的模样 他说自己半路上 被这玩意控制了 现在双脚不听使唤 根本停不下来 我去 这不是那个坠儿吗 李珠直接惊得一动不动 而老爷子虽然吓了一跳 可那表情看起来 却似乎有些安心 然而 更怪的还在后面 只见那坠儿 带着一脸不屑的表情 还有些无语的说了俩字 吵吧 小日子潜伏山村掳走小孩 竟是为了破坏华家龙脉 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就连被人们当成脏东西的坠儿 都看过下去了 他直接就附体到了精折身 一路跑来 二话没说 就像高木那小子 顶得不省人事 可也就是这一出 直接就把颠三爷被整萌了 他本来是用替身之术 正在套话 可这小子一出来就干费一个 险些坏了大忌 而精折此刻 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指着肚皮上的坠儿委屈不已 这一幕倒是让颠三爷 也跟着头疼起来 也为坠儿又称音公道 是个一正一邪的存在 无奈之下 老爷子只好尝试着说起好话 问全军本可在天地间逍遥自在 为何要附身到这 凡胎俗骨的小娃娃身上 起料 那这是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白了他一眼说 要你管 滚 得 这可怎么办 老爷子面色发苦 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可精折这小子 也是没大没小 一听到这玩意儿 竟敢骂自己爷爷 他二话没说 就给了坠儿一拳头 可这一拳 实际却是垂在了自己身上 趁着精折捂着肚皮哀嚎之时 那坠儿还报复性的张嘴就咬 罢了罢了 看来这东西 一时半会儿也拿得没辙 老爷子便打算 先把眼前之事解决掉 想到这里 他便望向大清石上 站着的李柱 此刻 他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撂下狠话 说你再不滚下来 去派出所自首 那下场可就跟地上那小子一样了 听到这里 李柱眉头紧促 似乎有些动摇 然而 当他不经意间看向天空之时 原本的惶恐不安 瞬间消失 因为他等待许久的时机 已经来了 只见天上的三轮血月 组成了一个 激进完美的品字形 魏魏壮观 而那清石骨上放置的 陶制童子 也在同时出现了一项 李柱见状 忍不住露出了 计谋得逞的音效 他不再理会 气势汹汹的颠三爷 而是向天上的血月张开怀抱 似乎是在迎接某个时刻的到来 虽然老爷子所站之处 无法看到这等一项 但从李柱的动作中 就发现了大事不妙 大惊之下 他掏出降魔柱 就准备上前阻拦 可没想到 那李柱竟掏出一把枪来 他面露杀机 警告爷俩不要乱动 否则他还真可能落手无情 这下 惊者可算是看明白了 曾被自己当成好人的大姐姐 原来才是最坏的那一个 而老爷子也豁出去了 他朝着李柱喊道 你尽管开枪打下试试 来看一下我是不是障眼法 这话一出 李柱愣了 确实 他猜不透老爷子究竟还有多少体牌 可现在他也根本不会在乎这些 因为他期盼已久的东西已经成了 在下一个 他直接扣动了扳机 不过 这一枪却是打向青石上的那个桃质童子 随着风的一声响起 桃质童子应声而碎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脚下的大青石也突然开裂了 猝不及防之下 李柱一个不闻 就向下蹈去 起料 那大青石不仅陡然裂开了两人翻的大缝 还卷起了漫天碎石 几乎在片刻之间 那些碎石似乎遭到距离千米 纷纷朝着青石谷的裂缝一涌而去 许久之后 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才缓缓消失 当天三爷和荆哲抬头张望时 才发现 李柱和高牧二人竟已无影无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荆哲有些不解 可老爷子也同样是一无所知 起料 那附体在荆哲身上的阵忽然开口了 他说多亏了这里的造化 才替三个小娃娃挡下一劫 只不过可惜的是 那两个混账东西 好像是被白石滩给吞掉了 听了这话 爷俩同时一静 可就在这时 那青石上的三个小娃娃醒了过来 他们无法动弹 只是无助的哭喊着 随后 老爷子向当地的派出所报了警 而醒来的娃娃们也都一口咬定 说是学校里新来的小张老师 把他们拐到这里 听到这话 警方立马派人赶往了学校 准备将那个混球给抓起来 只不过能不能找到 就是另一说了 因为爷俩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包括大青石的变故 也包括那一男一女被吞掉的事情 这位少年的肚皮上 突然长出了一张人脸 竟然是因为被脏东西 来了一波开被推拿 经见此目的颠三爷 自然是忧心忡忡 二话没说 就带着经哲回了家 颠三爷虽然不明白 经哲究竟是怎么惹上坠儿的 但他却知道 如果不尽快把这东西给赶出去 可就大事不妙了 所以此刻 老爷子一脸严肃地端坐在堂屋 让经哲将先前的遭遇仔细讲讲 当然了 不知道是有意无意 老爷子话里话外 都将坠儿称作为这玩意 这话自然是惹得坠儿愤愤不已 他朝着老爷子开起嘴炮 你才是玩意 吵吧 一听到这玩意儿竟敢辱骂爷爷 经哲操起拳头 就准备来几狠的 可一看到那玩意儿 举着脸盘子 摆出一副你来打我也的架势 经哲登时 就想起了先前难受的感觉 不过老爷子 显然是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他让经哲莫要理会 只管说自己的村后的故事 当时他按照爷爷的吩咐 出村后就一路狂奔 准备尽快赶到镇上的派出所 可没成想 刚到二立坡 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脚 看着四小无人 经哲也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可在下一个 面前忽然就倒掉下来了一个娃娃 好在那娃娃没有吓得 而是怪笑着打了声招呼 不然经哲真会被当场吓尿 听着这玩意儿 朝他说着什么幸会之类 经哲顺口就标出了一句活罪 而那娃娃也是奇怪 他盯着经哲看了一会儿 忽然就问他为啥没有魂 但他却不知 魂这个字对经哲来说 是何等沉重 经哲没有回答 反而好奇地看着这样 问他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一听到有人用玩意儿称呼自己 那朱尔登时就不乐意了 他一脸不快地 斥责经哲太过放肆 听到这话 经哲便知道 这玩意儿多半是闲得淡疼 半夜拦路找人解门来了 所以想到这里 他起身便跑 毕竟还是爷爷交代的事情要紧 起来他才刚跑两步 就再一次摔了个嘴狠腻 接着他就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手脚竟然不能动了 而在下一个 那怪娃娃就蹦到了他的面前 说了一通根本听不懂的话 当时那玩意儿盯着他说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多照应着点啊 这话听得经哲云里雾里 还没等他问明白 那娃娃就忽然跳到了 他的后背上 然后不由分说 就开始有节奏地蹦着起来 而且那玩意儿还念念有词 从神道开 一直说到了剑道开 再接着 那玩意儿突然就来了一个猛冲 酸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随后 他的肚子里就传来了 那娃娃嗡声嗡气的声音 少年 我已经把你的手脚解开了 你可以动了 听到这话 经哲才一脸猛地站起身来 他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觉得肚子里凉娃娃的 就跟吞了个冰疙瘩似的 可他刚一站直身子 那个怪娃娃就从他肚皮上钻了出来 还一脸得意地说 你好啊小兄弟 从此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经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 他捏着肚皮上的娃娃脸 震惊不已 揉着揉着 甚至还使劲掰扯起来 眼看那张娃娃脸 都快被揉得不成样子 那阵终究是不细细了 他气急败坏地骂了句朝霸 让经哲不要下高 随后 他也不管经哲同不同意 直接就说 要借用下经哲的腿脚 话语一落 经哲的腿 直接就变成了担子之色 在那段时间里 经哲可是一点 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腿脚的 然后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掉转身子 朝着青石骨的方向 狂奔而行 在那之后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老爷子 越发凝重的神色 那阵显得更加得意 甚至开始吹起了口声 思虑良久 老爷子终是放低了姿态 问他这位天生地长的阴阳全军 为何要放弃 无拘无束的逍遥之身 跑到这个凡夫俗子的小娃娃身上 这话一出 听得这儿极其腻味 他让老爷子少拍马屁 凡夫俗子 这小子是什么金粮 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吧 听到这话 老爷子的面色沉了下去 而那阵更是直言不讳 倒出了经哲的根脚 那就是 这小子是以太岁素身 以神识为心 言鬼通灵 更神奇的是 经哲的肚子里有一颗兽丹 并且还和自身没有半点排斥 所以 若是加上他这个剑灵 已经算得上是神人兽鬼剑 五道接通 可谓是走阴行阳 六道无忌的全灵了 一听到全灵二字 老爷子险些惊掉了下巴 他震惊不已地询问这儿 要修全灵 可是每隔十年都得度一次天节 莫非是你嫌自己过得太安逸了 起料 那阵儿忽然斜写一笑 说他只是想借经哲之身 来感受下人间的七情六欲 不过 七情这个东西 他瞧不上 最主要的还是六欲 听到这话 老爷子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而小学三年级都没上完的经哲 可就听不懂了 他问这儿 啥叫六欲 所谓六欲 无非就是 实 才 物 权 情 性 而且 他还告诉经哲 只要跟着他混 绝对不会 毕竟 以后他去找什么乐子 都会算上经哲一份 说完 这儿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 老爷子却是面色一虎 开始背好起来 太坑了吧 怎么会出现这种岔子呢 老爷子越想越是难受 在最后 甚至开始躺在地上 打起滚来 我就是说完核实在 Mahar 你就是了 老爷子那边 ahí 对 我也是 做得意地 祝你 我也是